偌大敞亮的办公室里 夏晚安盯着坐在办公桌前 韩经年等了话 见他看到自己来 还没停下手头工作的意思 便主动出了声 我 我来找你 是有事要跟你说 韩经年敲键盘的指尖 停了停 但他没看他 开口的声音频又冷 你说 这样疏离又冷漠的他 让夏晚安一下子不敢开口了 他沉默了两脚 见韩经年疑惑地抬头看向了自己 这才鼓着勇气说 我 我想说 我可以嫁给你 韩经年愣住 不过短短的一刹那 他就恢复了一贯的沉浸和冷漠 我不想娶你 简单的五个字 让夏晚安的指尖 下意识地揪紧了衣衫 他似是怕被他看出什么一般 没过多的迟疑 很快就说了话 我 我知道的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也不想娶我 但是 他们让我们联姻 夏晚安说到这里 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 他纠结了好一会儿 终究还是不愿意就这般放弃 又动着唇 换了一种说法 你放心 我们就是交易 我们结婚后 我保证不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 而你要的合作 我会让我爸爸促成 我 我不喜欢你的 我这样做 没别的意思 就是 就是为了 为了让我爸爸开心 所以 你 你在 夏晚安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韩经年就出了声 声线勾人 声音清朗 我要开会了 你自便 说着 他就起身 拿了桌子上的一份文件 夏晚安张了张口 还想再说点什么去劝韩经年 只是后面的话 一个字都没说出口 韩经年当他不存在班 丢下他一个人 离开了 随着办公室厚重的门关上 夏晚安才将 视线从韩经年离开的方向收了回来 他环顾了一圈 他的办公室 最后视线落在了他的办公桌前 他盯着他刚刚坐过的地方 眉眼翻起了一幕温软 不过很快 就被淡淡的哀伤掩盖过了 他就知道 他不喜欢他 不会娶他的 可他还是不死心地来试探 韩经年散会 再回到办公室 已是两个小时后 他一边往办公桌前走 一边对着跟在自己身后的秘书讲着话 等他坐在办公以上时 他要说的话 才算说完 而秘书也总算可以开口说自己想说的话 韩总 夏小姐在两个小时前已经离开了 面对这句话 韩经年脸上的神情 没有任何的波动 秘书只好继续往下说 我有说让司机送他 但夏小姐拒绝了 韩经年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仿佛秘书是空气一般 这是陈律师让我转交给您的文件 秘书第三次开了口 并且递上了一份文档 韩经年终于有了反应 他微点了一下头 就麻烈地拆开了文档 在看到里面的内容后 他的眉心默得促起 韩总 秘书见韩经年迟迟没反应 又开了口 韩经年回神 冲着秘书看了一眼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下去了 韩经年嗡了一声 等秘书退开一段距离后 再次看向了手中的那份文档 看着看着 他似是很焦躁般 将那份文档直接丢进了抽屉里 然后打开电脑 投入工作 可他敲打着键盘的动作 泄露了他的不专心 这样的状态 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 他再次拉开了抽屉 拿出了那份文档 然后他就靠在办公椅上 抬头看向了天花板 他一个人 静静地待了许久 最后还是拿起了手机 拨通了夏晚安的电话 很快 电话被接听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电话那端的夏晚安 声音有点惊喜又有点胆怯 喂 韩金年并没有在夏晚安的语气中 考虑太久 就直接开口 说了自己要说的重点 我可以娶你 挂断电话后 夏晚安不可思议地盯着手机里的通话 记录看了好几遍 才确定刚刚真的是韩金年 给自己打了电话 他说 他可以娶她 他居然答应了娶她 只是 他下午明明拒绝得很干脆 这才过了短短的几个小时 他怎么就突然改变了主意呢 尽管夏晚安很纳闷 但还是有着一抹喜悦 刻制不住地爬上了她的眉梢 从她第一次遇见她 她就一直在等着一个可以靠近她的机会 这一等就是六年 将近两千个日夜后 她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 是啊 她是喜欢她 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喜欢 遇见她的那一天 她的心底只有三个字 一辈子 她是她一眼 就认定的 想要的一辈子 不过 欢喜了没一会儿的夏晚安 眉眼睛不住黯淡了下来 她是答应娶她了 可她还说了别的话的 她说 我不想和你有过多的交集 这个婚姻就像是你说的 只是一个交易 名存实亡 她还说 希望她能说到做到 不要影响她的生活 也不要给她招惹麻烦 如果可以的话 不要让无关紧要的人 知道她和她的关系 两年后 今天的夏晚安加班 回到家已是晚上十点钟 推开门 迎接她的又是一室的漆黑和寂静 不夸张地说 一年365天 有360天 她回家都是这样的场景 可每次面对这样的场景 她还是忍不住有些失落 寒今年 她又双弱肘眉回家 夏晚安在门口烧战了片刻 才开灯进屋换鞋 然后和往常一样 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坐睡前瑜伽 洗澡护敷 上床睡觉 夜入深更 夏晚安在睡的正熟时 迷迷糊糊的感受到突然有重物压在了身上 那股力道很重 重的她几乎喘不过来气 几乎是一瞬 她就从梦中惊醒了过来 还未睁眼 但是身上那股重力散发出来的气息 她就分辨出是寒金年 她愣了愣 立刻睁开眼 你回来了 她话音刚落 她的指尖就解开了她睡衣的排口 唇落在了她的肌肤上 苏麻的刺激感 使得她浑身微微哆嗦了一下 她整个人还未有过多的反应 她和她的衣衫 就飘落在了地上 她粗鲁地压着她 像是会吞噬人的野兽 疯狂地掠夺过她身体的每一处 过了一阵 安静的室内 慢慢地有了动静 她粗重地呼吸声 她细微地喘息声 交杂在一起 缠绕了两脚 才回归了平静 整个过程中 她的动作不算温柔 她的反应很是声色 她和她自始至终没有一句交谈 他们不像是夫妻 更像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陌生人 前一秒结束 后一秒寒 今年就抽身离开了夏晚安的身体 翻身躺在了一旁 身上重量的消失 让夏晚安微醋了醋眉心 整个人并没太大的反应 她似是习以为常了一般 神情平静地拉了被子 裹在身上 夏晚安闭着眼睛 躺了好一会儿 等到疲惫感吞去后 这才睁开眼睛 扭头看向了旁边的男人 韩金年平躺在床上 呼吸绵长 俨然是已经睡熟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 可夏晚安望着韩金年 却没半点困意 仔细想想 好像已经差不多有三个月 她没见过他了吧 她记得上次 她回家的那天 楼下的迎春花刚开 现在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呢 坦白来说 若不是她偶尔回一次家 她有的时候都禁不住怀疑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个丈夫 两年前 她说她可以娶她 然后没有婚礼 没有婚戒 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她和她就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 婚后的第一次见面 还是领完证的半年后 一个深冬的夜里 和今天一样 她睡着了 她突然回来了 她没说话 倒床就睡 她很紧张 忐忑不安了大半宿都没睡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犯来复去的动作吵到了她 反正她突然攥住了她 没有一句前因后果 就和她发生了关系 后来 她有时一个月回家一次 有时候两个月 也有时候三个月甚至更多 她每次回来都是夜里 每次都是一声不吭地和她亲密后倒头就睡 每次都是第二天等她醒来后 她人已经不见了 所以这两年里 她和她说过的话掰着手指都能竖得过来 其实 夏晚安不止一次想过她回家后 她不要睡 等她醒来后 她指不定还可以跟她说上两句话 可每次都跟今晚一样 她这样想着想着 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周六 不用上班 闹铃没想 夏晚安一觉睡到自然醒 等她睁眼时窗外阳光明媚 已将近中午十一点钟 想到昨晚她回来了 夏晚安第一个反应 就是往身边看去 那半张床空荡荡的 和从前一样 她不知何时已经离去了 若不是她身上有着她残留下来的痕迹 她真的一度怀疑 昨晚她的出现 是她的一场幻觉 时光如流水 缓缓而过 转眼就到了夏末 三百多平的房子 每到夜里就显得格外空荡 吃过晚饭的夏晚安 看了一个小时的书 去餐厅倒水时 她无意之间发现房子居然安静到 她能听见自己脚步哒哒哒的回音 这样的声音 让她感觉莫名估计 所以等她再回到卧室后 她特意打开了电视 并将音量调高了一些 她目的不是为了看电视 而是为了让家里有点人气 所以打开哪个台便是哪个台 听着电视机里时不时传出的雷人台词 夏晚安坐了四十分钟的睡前瑜伽 就去洗澡了 等她再出来 已是半个小时后 她用毛巾将湿漉漉的头发裹住 对着梳妆镜开始一层一层的涂护肤品 在她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涂到哪个步骤时 她从电视机里 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韩氏企业的总经理 韩金年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夏晚安指尖上按压皮肤的动作 莫得停了下来 她盯着镜中的自己 迟缓了几秒钟 才转头看向了电视 题目里的韩金年 黑西装 白衬衣 一身优雅地坐在沙发上 正跟主持人恰恰而谈 她生的是真的好看 好看到俊美这样的词语 用在她身上都显得很枯燥 好看到不管你盯着她看多久 你不但不会验 反而会觉得她更好看 甚至更想看下去 采访的时间并不太长 接近尾声时 主持人闲聊般笑着问了一个八卦 韩先生 最近很多报道说 您跟秦淑姐小姐交往频繁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您和秦小姐是不是真的 如同传闻那样好事将近了 秦淑姐 那个春节漂房最大卖的 喝碎片的女主角 夏晚安端着眼霜的指尖 微抖了抖 险些将瓶子刷落在了地上 电视机里的韩金年 神情自始至终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开口的声音淡淡的捕捉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就连回答也是无懈可击的 不好意思 我从不再传闻上浪费口舌 采访结束了 屏幕上出现了广告 乍一见代言人 夏晚安心头闪过的是一声蛮好看的 然后就看到屏幕旁边出现一小行字幕 代言人 秦淑简 夏晚安微抿了抿唇角 就将视线挪回到了镜中 浑浑噩噩的护完肤 夏晚安就爬上了床 他拿起手机 搜尾一下韩金年和秦淑简 真的如同那个主持人说的一般 都是他们好事将近的报道 有知情人爆料 韩式企业的总经理韩金年和秦淑简共度晚餐 秦淑简和韩金年共同出入韩式企业的新光珠宝店 疑似挑选婚件 韩金年和秦淑简本月18号晚上 一前一后进入四季酒店 疑似秘密约会 夏晚安望着手机上的新闻看着看着 就愣起了神 过了坏耳 他点开了日历 一个日子一个日子地往前倒数着 一二三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二 距离上次他回家 已经有五十二天 他没见他了 怎么睡着的 夏晚安不是特别清楚 他睡前忘记吹干头发 纵使还是夏季 但他醒来后 还是练有感冒 不过问题并不严重 不影响他今晚上的聚会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吃过早餐后 还是冲了一包板蓝根 下午窝在家里 继续昏昏沉沉地睡了四个小时 夏晚安这才慢腾腾地爬起来 开始为今晚的聚会做准备 约的是晚八点金碧辉煌键 所以夏晚安特意挨到七点半才出的门 他到金碧辉煌时 正好刚过八点 不过包厢里确实已经聚了不少人 这聚会是韩之锦窜夺的 所以来的大多数人也都是韩之锦的朋友 韩之锦是韩经年大哥的儿子 韩韩经年小叔 和夏晚安同岁 也同是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以及高中同学 若是韩之锦大学没出国留学 两个人怕也会是大学同学 韩之锦的这些朋友里 有几个是他和夏晚安的高中同学 其中松永曼和夏晚安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艾江是夏晚安的高中同学 不过大学艾江和夏晚安才真正熟悉了起来 夏晚安到的时候 松永曼和艾江都还没到 韩之锦正和他的那一群胡朋狗友砍天砍的 但在看到他后 立刻奔了过来 他和韩经年结婚的事 除了两家人之道外 并没有太多外人知晓 所以韩之锦在外遇到夏晚安 开口喊的依旧是和从前一样的晚安 晚安 夏晚安落座后 没一会儿 艾江就到了 因为有人陪着夏晚安 韩之锦就跑开了 包厢里的人 越来越多 唯独不见松永曼 夏晚安禁不住拿着手机 给松永曼发了个消息 问他到哪儿了 松永曼秒回 马上到了 夏晚安没再回松永曼消息 他前一秒收起手机 后一秒包厢的门就又被推开了 他以为是松永曼到了 下意识地抬头冲着门口看去 然后再看到进来的人后 他原本呼之欲出的 永曼舅默的凝滞在了唇边 夏晚安怎么想都不会想到 韩之锦居然把他的小叔叔 也就是他的丈夫 韩经年给喊了过来 韩经年就像是生来的领导者 气场强大 即便他此时面上的神情平和 可还是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所以他已进门 包厢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 可他仿佛一无字的人不存在般 别说是神情 就连眉眼都没丝毫地波动 三秒后 韩之锦蹭地一下起立 条件反射般规规矩矩地开了口 小叔好 韩经年没说话 视线却落在了坐在比较里面的夏晚安脸上 不过一瞬 他就不冷不热地收回了目光 冲着韩之锦微微汗手 随着他的举动 包厢里的气氛明显好转了一些 小叔 您请坐 韩之锦在开口的声音 比起刚刚轻松了许多 他边说还边狗腿地拍了拍身边的空位 然后一面招呼着韩经年坐 一面给韩经年倒了一杯酒 韩经年没挑位 就按照韩之锦拍的地方落了坐 夏晚安不知道韩之锦是不是故意的 韩经年这一坐不偏不倚地就坐在了他身边 夏晚安有点不自在 扭头看了一眼韩经年 过了华尔 又看了一眼韩经年 韩经年似是感受到了他的注视 也回头看了他两眼 其中有一次 和夏晚安的视线对碰在了一起 夏晚安紧张地指尖一抖 忘记收回视线 韩经年也没挪开目光 就那么盯着他看了一小画 冲着他微微点了点头 他这样竖离客套的举动 仿佛一颗小石子 狠狠地砸在了夏晚安的心窝 在他心底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坐在夏晚安旁边的艾江 看到了夏晚安和韩经年 彼此不断看彼此的动作 忍不住悄悄地凑到了夏晚安的耳边 问了句 晚安 你和韩智景的小叔叔认识呀 宋友曼和夏晚安是邻居 两家关系好的不得了 当初两个妈妈还订了娃娃亲 那和两家生下来都是女娃 所以夏晚安嫁给韩经年一事 宋友曼是知道的 至于艾江 夏晚安因记得韩经年说的那句 不希望旁人知道她和她的关系 所以并没有告诉艾江 听到艾江这样问 夏晚安微捶了捶眼毛 遮掩住眼底一闪而过的暗淡 不认识 是啊 不认识 纵使她很想说一句她是我的老公 可她对外也只能说不认识 婚后的两年里 她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没别的原因 就因为她说过 她和她的婚姻名存实亡 婚后她不要影响她的生活 也不要给她招惹麻烦 所以她对外都是不认识她的 我看你一直看她 想到你跟韩智景那么熟 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 艾江说着 就凑到了夏晚安的耳边 说起了悄悄话 不过韩智景的小叔 是真的养眼 哈哈 我也偷偷地多看了她好几眼 夏晚安没说话 只是配合着艾江 敏纯笑了笑 韩晶年落座后 自顾自地看手机 屋里的气氛 渐渐地又热闹了起来 但韩晶年始终不是 让人能忽视的存在 所以在座的人 不管平时多飞扬跋扈 多能玩能嗨 还是因为她收敛了许多 没一会儿 宋友曼就到了 夏晚安和她嘀咕了一会儿 然后就搂着宋友曼的胳膊 靠在她的肩头上 闭着眼睛睡了 她从小就能睡 不管何时何地 只要没什么重要的事 她都能睡着 她最厉害的一次 是初中军训的时候 顶着大太阳战军资 站着站着还睡着了 然后把自己摔了戈底朝天 不过夏晚安没睡太久 包厢的门就被推开了 不是里面的人出去了 而是又进来了一个人 是个女人 声音很好听 软软绵绵的 跟绸缎一般 今年哥 我在楼下看到了一辆车 很像你的车 没想到还真是你 今年哥 夏晚安微醋了醋眉心 从睡梦中醒来 睁开眼 看到的是一个很漂亮 很年轻的女人 夏晚安认得 屋里的其他人也都认得 就是那个最近和寒今年 飞闻传的热火朝天的秦淑简 秦淑简说完那话后 似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 又开了口 不好意思 我好像打扰到你们了 不知是谁接了句 没关系 紧接着又有人接了句 你就是秦淑简呀 能不能跟我合个影 签个名 包厢里一下子又喧哗了起来 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在围着秦淑简转 夏晚安仿佛没事的人一般 又闭上了眼睛 不过这次他却没像刚刚那样睡着 没多久 夏晚安的身边传来了一道浓郁的香水味 他皱了皱鼻子 往旁边看了一眼 秦淑简不知何时坐在了自己旁边 正侧着身跟韩金年说话 他不过只是看了一眼 松永曼就掐了他腰之一下 晚安 你不是陪我去洗手间吗 走呀 说着 松永曼都没等他有所反应 就起身 拽着他的胳膊 把他揪出了包厢 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夏晚安发现松永曼带自己走的压根 不是去洗手间的路 不是去洗手间吗 去什么洗手间 你是真不懂我的用意 还是装不懂 松永曼恨铁布成钢地瞪了一眼夏晚安 夏晚安雷嘴傻笑了一下 他当然知道友曼只是找了个借口 把他从那个尴尬的处境里带走而已 不过 想着 夏晚安开口问把他拽进电梯里的松永曼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 去吃宵夜 松永曼说着 就按了地下停车场的楼层树 宵夜 怎么 不想吃 那 SPA SPA 可以睡 夏晚安点头 好的 两人去了他们常去的SPA会所 美美地泡了个澡后 两人在济湿纯熟的执法按摩下 逐渐放松了身心 夏晚安没一会儿 就睡过去了 单松永曼却怎么都睡不着 然后开始喊夏晚安 喊到最后 见夏晚安睡得不醒人士 忍无可忍地起身拍了夏晚安一把 把他从梦中打醒 然后气嗖嗖地开口说 夏晚安 都这样了 你还有心情睡 夏晚安迷迷茫茫地揉了揉眼睛 不满地嘀咕了句 都怎样了 你说呢 夏晚安没了声音 松永曼怒其不争地又开了口 你别跟我说 今天你见到的那个女人 心底就没想法 那个女人 夏晚安知道 松永曼指的是秦淑简 她没说话 但眼睛却睁开了 我问你 你多久没见她了 她知道她有个家 有个老婆嘛 晚安 你难道就没想过以后吗 你该不会就打算 以现在这个状态 跟她过一辈子吧 好吧 就算是你想 那她呢 她要是遇到个自己喜欢的 非要跟你离婚 你怎么办 松永曼说了很长的一段话 见夏晚安没动静 又开了口 晚安 晚安 夏晚安 你在听我说话吗 听着呢 夏晚安动了动唇 那我刚刚说的那些 你是怎么想的 嗯 夏晚安沉吟了一会儿 我就是想 今晚的事 你烂在肚子里 别对着我爸妈和你爸妈说 要不然 要不然他们要担心了 你还知道他们担心呀 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成天都想什么 你说 他不回家就算了 不回家还在外面沾花惹草 这算什么事呀 还有 结婚的事 也不要对外说 这不是摆明着不承认你吗 不承认你 他当初干嘛一句话都没有还碰你 越想越气愤 如果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那他绝对是发了毛的大猪蹄子 夏晚安和宋友曼里开包厢后没多久 韩金年就起身走人了 从金碧辉煌出来 助理已经开着车 等在门口了 韩金年弯身钻进车里 然后在助理将车子开离金碧辉煌门口后 开了口 我今晚来这里的事 除了你和我之外 还有谁知道 助理思考了片刻 回 只有在我们到金碧辉煌门口时 打电话问我们在哪里 跑来送紧急文件的小杨了 韩金年打开电脑 一边输入密码 一边漫不经心地回 让他今晚走人 助理的 勒一声 不解地扭头看了一眼韩金年 韩金年盯着电脑屏幕 飞速地敲着键盘 没说话 过了大概半分钟后 助理缓过进来 像是断案高手福尔摩斯般 开始了喋喋不休的分析 哦 我知道了 韩先生 您的意思是 一直以来 是小杨把您的行踪告诉给情书简小姐了 不 确切地说 是情书简小姐 买通了小杨 然后借此巧于您 制造出那些飞玩 之前的那些行踪 都是提前规划好的 秘书办的人都知道 不确定是谁 而今天 您之所以临时 答应之锦来参加聚会 还吩咐我不要对外说 就是为了引出来 是谁一直出卖您的行踪 这情书简小姐 还是挺会玩的呀 严收买人 这种事都玩得出来 不过他哪里玩得过韩先生您这个老 狐狸后面两个字没说出来 看着电脑的韩经年抬头看了一眼前面开车的助理 助理吓得手一抖 方向盘险些打滑 连带着打滑的还有他的舌头 韩先生 你 你 您这尊老 老谋深算的神 韩经年没理助理 但停下来的手重新敲打起了键盘 助理知道 自己死里逃生了 安松了一口气 再也不敢造次 老实地问 韩先生 您现在去哪里 回公司 还是回公司附近的公寓 想到还有工作没完成 韩经年下意识地想说公司 可是话到嘴边 他突然想起 刚刚在金碧辉煌的包厢里 那个短发女生问他的那句话 晚安 你和韩之锦的小叔叔认识呀 他回 不认识 不认识 他回得干脆利索 毫不迟疑 韩先生 助理等了好一会儿 见韩经年都没有出声 忍不住又开了口 韩经年回神 没着急回答助理的话 而是继续悄悄打打着键盘 过了不过半分钟 他停了下来 不认识 他的声音很轻 助理没听到 什么 韩经年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回神 没什么 三秒后 他又开了口 回家 助理又迷糊了 不过没等助理开口 韩经年就想到什么一样 又补了句 他在的那个家 坐完SPA 已是午夜一点钟 夏晚安不会开车 成年就拿到驾驶证的 宋友曼送他回的家 一路上 宋友曼一心二用的 并开车 还便苦口婆心地 劝夏晚安早点脱离 韩经年那个苦海 和宋友曼分开后 夏晚安目送着 他车子不见了踪影后 才进了电梯 很晚了 电梯里只有夏晚安一人 寂静狭隘的空间里 夏晚安盯着不断跳动的红色数字 突然想到了宋友曼的那句 早点脱离韩经年这个苦海 苦海 可不 还真是苦海 偷偷地喜欢一个人 总是苦的 至于脱离 若是能脱离 那就好了 他比谁都希望自己 不要那么那么那么地喜欢他 很快 电梯抵达了所在的楼层 从电梯出来 夏晚安一气呵成的输入密码 推开门 然后惯性地抬起手去开灯时 这才发现 室内的灯 明灿灿地亮着 他记得他关了灯呀 夏晚安愣了愣 低头 看见一双黑色的皮鞋 摆在玄关处的鞋柜前 那皮鞋很眼熟 就是今晚韩经年穿的那一双 所以 他回来了 正在夏晚安错愕之际 书房的门被推开 身上还穿着晚上那身西装的韩经年 从里面走了出来 忽地看到韩经年 夏晚安略有些无措 为了掩饰自己的慌张 他下意识地开了口 你怎么回来了 伴随着花音从嘴边落定 夏晚安敏锐地捕捉到韩经年 微微促起的眉心 他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自己说错了话 这是他的家 他怎么就不能回来了 想着 夏晚安就急忙又动了唇 我的意思是 我以为你有约 不回来了呢 所以有点诧异 他的声音温温软软的 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情绪也拿捏得很好 让人听不出丝毫端倪 可他的心底 在说出有约那两个字时 清晰地泛起了浓浓的酸楚 和微微的刺痛 韩经年没着急开口 他望着夏晚安的眼底漆黑深邃 让人根本摸不透 他在想些什么 可他的眼神却又很有穿透力 仿佛能透过对方的眼睛 看透人心 不过短短的十几秒钟 夏晚安就垂头 避开了韩经年的视线 他刚想找个借口 将此时的尴尬掩盖过去 只是他还没开口 站在不远处的他 语调凉淡地出了声 拿文件 听他这么说 夏晚安才注意到 他手里多了一个文件夹 原来他只是回来拿东西呀 幸好他刚刚没因为看到他在家 产生过多的别的想法 夏晚安很想问他一句 那你还要走吗 可话到嘴边 却又被他生生地压了下去 他和他之间 好像还没熟络到他有资格 问他行踪的地步 夏晚安安自斟折了片刻 摆出一副是不关己的模样 微点着头呕了一声 然后指了指卧室的门 留了句 那我先进去了 也不等他说话 就抢先溜进了卧室里 关了门 夏晚安靠着门板 捂着扑通扑通 狂跳的心口 站了好一会儿 才缓过神来 身后的门外 很安静 他仔细地听了半天 都没听到任何声响 他想 他可能已经走了 偌大的房子里 又只剩了他一个人 他以着门烧战了片刻 就收起低落的情绪 往更衣室走去 他在SPA会所洗过 早已护过肤 所以换了睡衣后 就直接倒在了床上 许是今晚先偶遇了他 他又紧接着 回了家的缘故 尽管他脑海里 什么都没想 可心底还是乱糟糟的 所以他翻来翻去了 好一阵 才总算入了眠 即便睡着了 他已睡得不是那么踏实 他的梦不断 反反复复都是一个画面 15岁的他穿着母亲 从香港回来 买给他的漂亮羊群 去找韩之锦 那天的他和韩之锦 还有宋友曼 约好了一起去看电影 他奔进韩家大门时 看到院里停放的黑色轿车 以为就是平时 韩家司机送韩之锦的那一辆 他想都没想 就跑过去拉门 他拉了好脚 门都没开 他半开玩笑 半不满地开始嚷嚷 韩之锦 开门 你在这样 我要生气了 我告诉你 我要是真的生气了 你这次喊我爸爸 我也不会原谅 他的话还没说完 面前的车窗落下了 里面露出的是一张 和韩之锦一样 都很年少的面孔 但那张面孔 却比被追捧为笑草的韩之锦 要精致完美许多 他盯着那张脸瞬间愣住 三秒后 他想到自己说的话 脸顿时通红 他是典型的那种 窝里横的性格 他和韩之锦熟 说话无法无天 可面对陌生人 他还是有些尴尬的 不过还好 韩之锦很快就出现了 挤了他的围 这是我小叔叔 比我大三岁 小叔叔 这是晚安 我同学 车里的他 神情没太大的变化 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是对着韩之锦 轻点了点头 轻飘飘地来了句 我还以为是你信任的爸爸 一句话 说得夏晚安 骚得更抬不起头了 韩之锦连忙 替夏晚安说话 小叔叔 你别这样 晚安脸皮薄 哦 他应了一声 就看向了夏晚安 那是夏晚安 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 实在是太美了 美得他心惊 美得他害怕 美得他忘记了自己 究竟是怎么跟着 韩之锦离开 韩家大院的 直到后来 他和韩之锦 快到电影院时 他才缓过进来 那天的他穿了一件 白色的T恤 他脑海里不知怎么 就晃过了一句话 他是谁的白衣少年 他会是他的白衣少年吗 时过境迁 他总算嫁给了他 他算是圆了他当年的梦吗 蒙着蒙着 夏晚安就觉得 周身有些不对劲 他感觉有人在大力地 吞噬着自己的肌肤 疼痛使他微醋了醋眉心 然后将他从睡梦中拉了出来 他还没来得及睁眼 就感觉有股很强劲的力道 闯进了他的世界里 疼痛顺着他的血脉 传入了他的大脑 使他整个人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虽和韩晶年接触的不多 但是他也不是不惊人事的小姑娘 所以他很快就弄明白了 他身上的重量是怎么一回事 是韩晶年 他不是走了吗 难道他一直没走 可他不是说只是回来拿文件的马 疑惑如同潮水般 瞬间淹没了夏晚安的大脑 只是他还没想透彻 他就被腰间肌肤上传来的疼痛 再次打断了思绪 今天的他 和以往的他差别太大了 以往的他 尽管也是这样冷清的模样 和他一句话也不说 但那时的他 虽谈不上多连相惜语 但除了第一次外 也没让他疼得难以忍受 可今天的他 也不知是怎么了 下手的力道很重 就连动作也粗鲁的像是个会吞噬人的野兽 他让他真的很疼 比第一次的时候还要疼 他记得第一次 他疼得险些辣了泪 他开口提醒他后 他力道收敛了许多 夏晚安在疼得真的忍不下去后 抖着声音开了口 说了和第一次时一模一样的话 那个 疼 这三个字 是他和他结婚后的半年里 他们交谈的仅有的唯一的话 夏晚安不知怎么 心底摸得一阵酸楚 他本以为和第一次一样 他说了这样的话 他会温柔些 可他没想到 他错了 他不但没温柔 反而更变本加厉了 他总觉得他是在生气 在惩罚 可他却又想不通 他为何生气 他又没招惹他 他没半点缓和的意思 他受不了的开始挣扎 这大概是他和他结婚以来第一次他有抗拒的动作 他明显地愣了愣 然后他就又被他死死地按在了身下 他力道哪里抵得过他 天生男女体力的差别 让他就像是被放在案板上被带宰杀的鱼一般 根本无计于补 怎么结束的 他不清楚 他只知道 第二天他醒来 他本能地往旁边看了一眼 令半张床很整洁 他又一次已经走掉了 而且还是在昨晚结束后 他都没在家睡 就直接走掉了 夏晚安盯着空荡荡的半张床愣着了一会儿 然后才坐起身想要起床 他这样一动 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仿佛散了架一样 到处都酸痛无比 好在今天是周末 他也没什么别的事忙碌 随便搞了点吃的 填饱肚子后 就继续去睡觉了 下午醒来 夏晚安觉得身体舒服了许多 周末是他去超市采购一周食物的时间 所以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 就出了门 他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东西 但随便买买 也拎了两个大袋子回家 和他一同进电梯的侍卫中年女人 大概看他两只手都拎着东西很辛苦 热情地问 姑娘 你住在几楼 夏晚安到了居谢谢后 包了自己所住的楼层树 这是高档公寓 一层一户 很保护隐私 但中年女人在听到夏晚安的楼层数后 一边帮她按楼层树 一边诧异地看了她好几眼 你去二十七楼 夏晚安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浅笑回 对呀 诶 我记得二十七楼是魏先生呀 长得很俊的一位先生 中年女人边说 边对着夏晚安多嘴解释了句 你别误会啊 我可不是亏他人隐私 我是这块区域居委会的 说着 中年女人又满华好奇地问 我也好久没见过那位先生了 你是他女朋友 来看他的吗 中年女人停了停 看到夏晚安手中拎着的青菜和一些日用品 你是住在他家呀 那你是他太太 真好 你们男才女貌 真般配 中年女人没说错 她在法律上 就是她的太太 只是 她不喜欢她顶着她妻子的名义到处招摇 这中年女人和她住在一栋楼里 指不定什么时候她和这中年女人就碰上了 这中年女人看起来很热情不认生 若是真的和她聊起来了 怕是会让她误会 误以为她背着她到处传播她和她的关系 想着 夏晚安就急忙开口 打断了中年女人的话 那个 不是 我不是他太太 什么 你不是他太太 中年女人惊了一下 随后就像是懂了什么一样 又开口说 哦 我知道了 你们现在还是男女朋友关系 姑娘 你跟她住在一起多久了的 差不多的话 就把证领了 早点生孩子 早恢复 不是 不是 夏晚安又开了口 她生怕中年女人各种脑补 没等她开口 就连忙又动了唇 我也不是她的女朋友 我和她没关系 我 我只是住在她房子里 就是 就是 夏晚安觉得这样的解释 更尴尬了 她磕磕绊绊了 两下 然后想了个合理的措辞 就是 我是她房子的租客 中年女人恍然大悟 哦 原来那先生的房子 租出去了呀 我说怎么这两年都没碰到过她呢 两年前我几乎天天早上下楼送孩子上学 都能碰到她去上班 不过 那先生看着不差钱的样子 怎么好端端的把这么好的房子给租出去了 话又说回来 这里的房子租金不便宜吧 那姑娘 你的工作一定很不错 姑娘 你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 这样吧 我帮你留意着 电梯停在了中年女人所在的楼层 电梯门打开 她一边跟夏晚安说着话 一边走了出去 姑娘 你放心 回头我遇到好的 我一定给你留意着 夏晚安没拒绝也没答应 只是维持着脸上的笑意跟中年女人说了句再见 等到电梯门关上 里面只剩了夏晚安一人 整个空间彻底安静下来后 夏晚安脸上的笑容才一点一点的消失殆尽 刚刚那个中年女人说 难怪这两年都没碰到过她 这两年 这两年不就是因为她嫁给了她 住进了这里 她才很少很少回她这个家嘛 回到家 已经接近傍晚 夏晚安亲自下厨做了三菜一汤 她其实吃不了这么多的 但她若是有时间煮饭 她总是会煮两人份 是啊 没错 两人份的饭 其中一份就是给她做的 即便她知道 她不会回家吃饭 也不会和她一同吃饭 可她每次都还是会固执地去做 因为只有在家里 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 她才敢做一些和她能扯上关系的事 准备好饭菜后 夏晚安会在桌子上摆放两幅碗筷 会把对面的那个碗里盛满了汤 还会在冻筷子之前说一句 吃饭吧 回应她的是一如既往的安静 这次的她 没像往常那样 一颗冻筷子 而是盯着对面空荡荡的桌椅看了坏 就仿佛她真的坐在对面一般 很小声很小声地念了句 今年 天知道 这两个字 她一个人偷偷地在心底喊过多少遍 她想 她永远也看不见她爱她的时候 因为她只有在看不见她的时候 才敢爱她 夏晚安话音落定后 没敢多看对面一眼 就低头开始喝汤 喝着喝着 她喉咙里突然有些毒 然后她才后之后觉得发现 自己的眼角好像湿了 明明很喜欢她 可她却总是要装出一副无关痛痒的模样 来告诉全世界的人 她和她没关系 她不是不想告诉她她喜欢她 可比起来得不到她的爱 她更怕彻底地失去了她这个人 她曾亲眼目睹过 她是如何拒绝了一个女人对她的表白 她是那么绝情那么寡异 根本没给对方留丝毫缓转的余地 所以她一直小心翼翼地 把自己的感情锁在心底 维持着根本不在意她的形象 因为她知道她不屑她的感情 她要的只是婚姻 不是纠缠 尽管她不知道也很好奇 她为什么会要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婚姻 周一 夏晚安照常上班 她是在嫁给韩金年一年后 才进了韩式企业工作 她之所以能见韩式企业 和韩金年没太大的关系 纯粹是她大嫂 也就是韩之仅母亲陆燕归的意思 韩金年有两个哥哥 大哥韩金文比她大了将近三十岁 二哥韩金文比她大了十八岁 在韩金年还没出生之前 他的大哥韩金文就已经成家了 在韩金年三岁那一年 大哥出了意外 留下了华者运的大嫂 撒手人寰 他身体本就不怎么好的母亲 由于过于伤心 第二年就跟着病逝了 好在韩金年的祖母比较长寿 接替她的母亲 将她抚养长大 不过说来也蛮奇怪的 韩家很多男儿 但都不怎么偿命 韩金年的父亲六十多岁就猝死了 二哥韩金能更是一年早逝 刚过了三十岁生日 就跟着生亡了 韩金年三个兄弟 一下子只剩了他一人 当时的他十二岁 韩之仅九岁 所以韩式企业的重任 一下子就压在了祖母和大嫂陆燕归的身上 不过在三年前 韩金年从国外回来 进入韩式企业后 祖母只挂了个CEO的职位 基本上已经不管事了 夏晚安虽和韩金年同处一个公司 但不同部门 不同楼层 所以两个人在公司里从未碰过面 韩式企业是做珠宝的 开遍全国星光珠宝店 是一个有故事的百年品牌 说来蛮巧的 夏晚安学的就是珠宝设计 不过并不是因为韩金年才去学的 而是因为他本身就很喜爱 上班的过程 依旧是忙忙忙 等到夏晚安忙到结束时 已是下午三点钟 忘记吃午餐的他 叫了一份外卖 再等的过程中 想到自己上周要去仓库里翻找之前看到的一些同伙 结果因为快下班了 仓库锁了门 没来得及去 于是便趁着这个时候 去了一趟公司赴一楼的仓库 仓库里绝大多数堆压的都是被淘汰的东西 他在里面翻翻找找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在柜子的最上面 看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 他穿了高跟鞋 勉勉强强地碰到了盒子 他费力地伸着手够了很久 总算把盒子从上面拉了出来 他抱在华里 打开盒子 低头去检查里面的东西时 没留意到身后的柜子 本身就是坏的 刚刚被他那么一碰 已经摇摇欲坠了 所以导致他拿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抱着盒子正准备离开 却又没来得及抬脚石 柜子突然散架 毫无忠兆地砸在了他的后背上 将他整个人直接拍昏在了地上 夏晚安是疼醒的 他睁开眼镜 看到的是一时的白 他不太清楚自己身处何处 皱着眉心 打亮了周围好几圈 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这是在医院里 随后他就想起了自己昏迷之前发生的事情 不过是谁把他送到医院里来的 还有他要的东西呢 随着这个想法 夏晚安微微动了动身子 然后他的后背就犯起了钻心的疼 他前一秒倒抽了一口凉气 后一秒门被推开 是护士进来了 夏晚安连忙开口问 那个是谁把我送来的 是一个中年男子叫的救护车 夏晚安想 护士说的大概是公司看仓库的人 他没再说话 护士给他两了血压 然后说 你还是需要在医院里观察一段时间 所以你得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医院照看你 夏晚安安了声 等到护士离开后 才拿起了手机 他没给自己父母打电话 因为他怕父母打扰到了韩金年 所以他想了想 只找了松永曼一人 并且再三叮嘱他保密 挂断了松永曼的电话后 他盯着手机屏幕看了话 又拨通了韩金年助理办公室的坐机电话 他回不回家 韩金年未必在意 不过因为之前 有次他没回家 他母亲找不到他 把电话打到了他那里后 他为了后续避免被母亲追问他和他之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后来再有事 他都会告诉他一声 确切地说 是告诉他的助理一声 是的 这些年来 他即便主动给他打电话 也只是打给他的助理 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才被接通 喂 电话很快被接通了 里面传来了一声 喂 那声音很好听 也很熟悉 让夏晚安原本到嘴边的话 顿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电话那头的人等了话 见始终没人说话 似是不耐烦了班又开了口 喂 再次响起的声音 让夏晚安确定不是他出现了幻听 接电话的人 真的是他 韩经年 因为他的口气不是特别好 他怕他再不出声 他直接撂了电话 急忙开口说 那个 是我 电话里安静了一小话 传来恩 了一声 哎 这是什么意思 是他 没认出来他的声音吗 夏晚安之间 用力地捏了捏手机 然后就又动了唇 夏晚安 他在电话里哟了一声 就没了别的话语 他和他之间 平时本就很少交谈 现在他的话又很疏离 让夏晚安一时之间有点语色 过了会儿 他才组织好语言 开了口 我打电话 是想告诉你助理一声 我这两天可能回不了家了 我 夏晚安顿了段 没说自己受伤的事 我 我临时有事 要出差两天 我怕万一有什么别的事 我爸妈他们打电话到你那里 你不知道怎么回 夏晚安说了很多的话 等他停下来 过了三秒后 电话那头的韩金年才出了声 我知道了 然后 他就又没了声音 他 是不是应该挂断电话了 夏晚安愁愁了两秒 还没开口 他的耳边又听见了他的声音 还是那种没什么太大情绪的语调 还有别的事吗 没 夏晚安被他突如其来的声音 惊到了 不小心扯到了后背的伤口 疼得他声音抖动了一下 没了 他强忍着疼 努力地保持着语气的平缓 把话说完 我 我挂了 再见 说着 他就想将手机从耳边收下来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行动 他就说了话 等一下 夏晚安收了动作 没说话 他等了一会儿 见电话里一直都很安静 忍不住很轻地出声问了句 怎么了 没什么 他说了三个字 然后停了两秒 就将电话挂了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嘟的盲音 夏晚安浪正了一会儿 才将手机从耳边拿了下来 韩氏企业 临时来助理这里看东西的韩经年 因为助理走开了 见桌子上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顺手接了 途中助理回来了 等他挂断后 看了一眼坐机上的来电显示 很无心地随口说 是夫人打来的电话呀 他是出去旅游还是出差呀 韩经年没接助理的话 盯着电脑屏幕找自己要的资料 找到后 他起身就往办公室走去 走了两步 他突然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 看了眼助理 他经常给你打电话 那倒没有 夫人很少找我的 刚开始你们结婚的时候 他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你说让他有事找我 然后他那会儿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的 就问你有没有时间 但也没说什么事 听到你说没空后 也没说什么就挂了 再后来就很少打电话了 这两年里也就七八次吧 每次说的事都一样 要么是出差不回家 要么是旅游不回家 不过夫人每次打电话的时候 都会说一句话 我心底有数就好了 如果你那边需要知道 就让我告诉你一声 如果你不需要 就让我不用说了 不过挺巧的 这两年里 夫人每次出差 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也没想着要回家 所以我就没告诉你了 助理把话说完后 看了一眼韩金年 见他站在原地 没说话也没要走的迹象 他脸上的神情 和平时也没太大的区别 可助理总觉得此时的boss 和平时不太一样 可他却又摸不透究竟是哪里不一样 助理想了话 大概懂了 那 韩总 以后若是夫人再打电话来 我 要不要告诉你一声 韩金年没说话 助理又问了一句 韩总 韩金年回神 抬起脚 往办公室走去 他的问题 他还没给答案呀 助理追了两步 韩总 那个我刚刚的话 你的指示是 韩金年加快了步伐 助理追得更急了 韩总 以后夫人再打电话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你一声 走到办公室门口的韩金年 挑了助理一眼 你觉得呢 然后没等助理再说话 就推门进入了办公室 顺势还将门甩在了助理的脸上 看着面前 砰的一声紧闭上的门 助理挠了挠脑袋 他觉得呢 他怎么知道呀 当初夫人来找boss 说愿意嫁给他的时候 他明明拒绝了的 后来也不知道 陈律师到底送来了一份什么文件 boss就莫名其妙答应了 然后婚礼 婚纱 婚件什么都没准备 就跟夫人领证了 领证的那天 还是他替他陪着夫人去民证举办的 他想 做助理做到替老板去领证 他还是头一个吧 婚后的他 很少回家 他跟他在身边这么久 也没见他嘴里提过夫人 所以他一直很肯定 boss肯定是不喜欢夫人的 因此他也很好奇 boss既然不喜欢夫人 为什么又娶了夫人 他不是没纳闷过 也许boss心底藏着个白月光 可这些年来 他暗绰绰地观察了他那么久 也没见他嘴里提过别的女人 甚至他的通讯录里 你信都能掰着手指竖地过来 若不是他这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跟在他旁边这么久 都没有被他染指过 他一度怀疑 自己的boss真的如同江湖传闻的那样 有断袖之痞 钟情一男人胜过女人 半个小时不到 宋永曼就赶到了医院 病房的门还没推开 夏晚安就听到了 宋永曼扯着嗓子喊安安的声音 门被大力地推开 又被大力地关上 宋永曼就像是修宪的高手一般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就到了夏晚安的身边 安安 你到底伤在了哪里 安安 好端端的 你怎么突然就受伤了呢 安安 趴在床上 行动不便的夏晚安 在宋永曼伸出手摸自己额头的时候 总算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显现 没被宋永曼此时此刻的造型惊到 漫漫 你怎么这样就跑过来了 宋永曼的脸上 贴着面膜 脑袋上顶着卷发棒 身上还穿着理发店的衣服 你还说 我接到你的电话 都吓死了好吗 还好还好伤得没有那么严重 宋永曼边说 边去检查夏晚安的后背 说不严重 也挺严重的呀 这么一大片 兜子了 你怎么就能把自己给砸上呀 夏晚安没说话 但心底却默得意暖 然后再联想到刚刚给韩经年打电话时 自己的丈夫 原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 对自己那样疏离淡漠的态度 他的眼底一酸 险些就这么辣了赖 宋永曼察觉到夏晚安的不对劲 教练伸到了夏晚安的面前 盯着他看了话 然后想都不用想 就开口说 你给他打电话了 这个世界上 能让夏晚安难过的 就只有那一个人 夏晚安嗡了一声 你给他打电话了 他都没来医院看你 宋永曼瞬间炸毛 我 我 我这个暴脾气哦 真想弄死他个拔掉无情的人 我没告诉他 我受伤了 哦 原来他不知道啊 那我撤回我刚刚说的话 宋永曼瞬间笑起 三秒后 他蹬向了夏晚安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受伤了 怎么就不能告诉他了 MMP 说来说去 他还是个拔掉无情的人 他呀的 提了裤子不认账 他以为家里的老婆是什么呀 是摆设嘛 想起来 回去睡一泡 想不起来 就能处理 他呀的跟嫖客有个毛线的区别 越说越没边了 夏晚安 宋小姐 好吧 对不起 我不该那样说的 应该是 你跟嫖客一样 想起来去嫖一嫖他 反正一无是处的他 长得还挺养眼的 你就当搞个小白脸 等到把他玩腻了 我们就把他踹了 哈哈 听着宋永曼的话 夏晚安哭笑不得 他在脑海里 脑补了一下自己嫖寒今年的场景 以及他是他包养的小白脸的画面 忍不住扑斥地笑了 看到他笑了 宋永曼也跟着笑了 好了 笑了就好 我先去把头发和脸洗了 你等我哈 说着 宋永曼飘进了病房的洗手间 听着里面传出来的哗啦哗啦的流水声 夏晚安心底更暖了 慢慢总是这样 在他最难过的时候 总是有方式缓和他的难过 五天后的下午 夏晚安出院了 在医院里陪了夏晚安 足足五天的宋永曼 迫不及待想要晚上出去玩 还非要扯着夏晚安一同去 夏晚安没拒绝 也拒绝不了 夏晚安和宋永曼 去了他们经常去的酒吧 夏晚安后辈的伤还没好完全 不能喝酒 所以宋永曼点酒的时候 没忘记给他要了一杯鲜榨果汁 他们两个人到的比较早 一言一语的闲聊着打发时间 没多久 艾江到了 韩之锦也到了 同时也有很多其他陌生人 不断地涌入酒吧 现场越来越热闹嘈杂 有人陪宋永曼后 夏晚安和从前一样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将脑袋靠在宋永曼的肩膀上 然后像是抱着洋娃娃一样 抱着他的胳膊睡了 夏晚安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 他只记得迷迷糊糊中 宋永曼跟他讲了句话 安安 我要去跳舞了 你一个人在这里待着别乱跑 他胡乱地嗡了一声 放开了宋永曼的胳膊 趴在桌子上 就又着了 途中有人跑到他跟前过一次 给他身上披了个外套 他睁开看了一眼 是韩之锦 就闭上眼睛又踏实地睡去 过了没多久 又有人跑到了他跟前 小姐 请你喝杯酒可以吗 声音很陌生 他想 大概是酒吧里的人跑来搭讪 他眼睛都没睁开 就换了个姿势 给声援处留了割后脑勺 那人没走 不死心地又开了口 小姐 你是不是喝多了 夏晚安装死 小姐 你没有别的朋友吗 夏晚安捂住了耳朵 小姐 那人又喊了他两声 大概是以为他喝醉了 不省人事 就想着捡漏一样 伸出手 抓了他的胳膊 想把他带走 陌生人的碰触 让夏晚安条件反射般地抽回了胳膊 并坐直了身子 他看了那人一眼 三十多岁的样子 喝得醉熏熏的 被他躲开的陌生人 并没有罢休的意思 再次将手伸到了他的面前 想去摸他的脸 小姐 跟我走吧 他的手还没碰到夏晚安的脸 就被夏晚安拿着包拍开了 喝醉的人 最难纠缠 夏晚安懒得跟他好 起身想去找寒之锦他们 谁知他还没走开 那个醉熏熏的男人竟然色胆包天地抓了他的手腕 就想要把他华礼抱 夏晚安自然不肯 奋力地挣脱了那个男人后 听见那男人竟然骂了句小贱人 他顿时二话不说地拿了桌子上的酒杯 就泼到了男人一脸 男人瞬间暴跳如雷 骂勒着脏话 要做他 这一幕恰好被跑回来喝酒的韩之锦看到 他二话不说就冲上前 一手拦了那男人的拳头 一手挥到了男人的脸上 韩之锦和那男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惊扰了周围的人 也惊扰了舞池的人 宋友曼和艾江也一前一后赶了过来 艾江一味地尖叫 而宋友曼拿着包 加入了韩之锦的阵营 劈头盖脸地揪着那个男人追着打 那男人的朋友也赶来了 下晚安见对方多了一个人 怕韩之锦和宋友曼吃亏 以及忙跑过去拉偏价 所谓的拉偏价 就是指拉对方的人 艾江一向胆小 在旁边一会儿喊韩之锦 一会儿喊友曼 一会儿喊晚安 最后拿着个酒瓶 哆哆嗦嗦地跑上来 毫无功激励地说着让对方住手 半个小时后 派出所 下晚安 韩之锦 宋友曼 艾江排台座 一个穿着警服的人 一脸严肃地盯着他们四个路口供 名字 四个人一一回答 下晚安 韩之锦 宋友曼 艾江 年龄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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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酒吧做什么 下晚安老师回答完 韩之锦对着手机屏幕 看着嘴角的淤青 有点担忧地回跟朋友玩啊 宋友曼像是听到了笑话 一般回这还需要问吗 艾江切弱地说我们就是一起聚个会 看到这条标语了吗 认识字吗 给我读一遍 四个人沉默 读呀 四个人一口同声地开了口 莫打架 打架代价大 打赢坐牢 打树住院 为什么打架 知不知道打架是不对的 警察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后 看向了艾江 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动手 所以警察对他批评教育了一通后 让他签了字 做人了 至于剩下的夏晚安 韩之锦和宋友曼三个人 则需要有人来保释 保释 夏晚安和宋友曼同时为男儿又求救地看向了韩之锦 要是他们给家长打电话 来保释他们 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接收到他们的目光 韩之锦咬了咬牙 掏出手机 给老宅去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管家 张妈 你来派出所接我 你偷偷地来 别被太奶奶和我妈知道了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还有小婶婶和友曼 挂断电话后 三个人耐心地等 约某二十分钟后 有警察推开他们在的房间 开口喊道 韩之锦 夏晚安 宋友曼 有人来接你们了 你们来这里签个字 就可以走了 三个人按照警察的指示 规规矩矩地签了字 然后一前一后地 走出了派出所的大厅 正好和他们打架的那两个人 也有人来接了 在门口碰了个正着 宋友曼用口型无声地 冲着那两个人骂 韩之锦冲着那两个人 竖了个中指 然后在双方暗自较劲时 不远处有着一道男声响起 夫人 知锦小少爷 宋小姐 听到这声音 三个人齐刷刷的已愣 再也顾不上跟那两个人较劲了 立刻闻声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路边 韩今年的助理 站在一辆黑色的轿车前 笑眯眯地正看着三个人 韩之锦原本面对打架的 那两个人张牙舞爪的气势 瞬间念老 夏晚安也惊得睁大了眼睛 唇都微微张开了 站在他旁边 抓着他手的宋友曼 暗自惨叫了两声 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真是冤家路窄啊 你会不会用词 你这冤家 是指的你和我小叔叔呢 你当着我小婶婶的面 这么说合适吗 韩之锦望着韩今年的助理 面带微笑地用牙缝 挤了一句话出来 呸 跟你小叔叔 你以为你小叔叔是香啤啤呀 谁见谁稀罕呀 宋友曼和韩之锦一样 也是仰着笑脸 用牙缝往外一个字一个字的挤 三个人很快 就走到了路边 即便对方只是韩今年的助理 可韩之锦开口的声音 乖得像是品德兼优的三好学生 张特主 怎么是你呀 不是张妈来的吗 张妈临时有事 被老太太叫走了 而我恰好在老宅 就替张妈过来了 张特主跟韩今年心影不理 张特主在老宅 那岂不是代表着韩今年也在 想着 韩之锦的心狠狠地抖了抖 那我小叔叔是不是已经知道 我们打架的事了 助理脸上挂着微笑地点了点头 凉了凉了 韩之锦一副要死了的表情 与此同时 开口的还有宋友曼 不过她的声音很小 只有她和夏晚安两个人可以听见 完了完了 我这么有骨气的人 是不是应该拒绝韩今年 那个拔掉无情的小白脸 继续回去敦牢呀 夏晚安没接宋友曼的话查 但她心底却格外地紧张 虽然韩今年只比韩之锦大三岁 但有句话叫场已被压死人 再加上韩今年天生气场强大 韩之锦打小就不觉得小叔叔比自己大三岁 而是比自己大三十岁 所以她哀嚎完后 忍不住偷偷地问了句 张特主 我小叔叔有没有说什么 yo 张特主笑咪咪地接了话 韩总让我问你 打架打赢了吗 打赢了 打赢了 那之锦少爷 请您回家面避司过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韩之锦不满地皱了皱眉 是的 之锦少爷 您应该庆幸您打赢了 如果您打输了 韩总说让您面避三十六个小时 之所以是三十六个小时 是因为您是男人 要帮夫人和宋小姐的惩罚一起受了 断了断 张特主又说 韩总还说了 您要是不服 他就告诉老太太和大夫人 什么也别说了 我这就回家面避司过 还不行嘛 说着 韩之锦就伸手来了恰好开来的一辆出租车 车子前一秒停下来 后一秒宋永曼就窜过去 抢线拉开了车门钻进了车里 送我送我 下晚安见韩之锦和宋永曼都上了出租车 便对着张特主挥了挥手 说了句再见 也想上车 只是他刚抬起一脚走了两步 张特主就的声音就从他耳边响起 之锦少爷 宋小姐 再见 夫人 请您等一下 听到这话 韩之锦和宋永曼毫不犹豫地关上车门 吩咐出租车师傅快走 看着一溜烟美影的出租车 夏晚安只好停下脚步 扭头看下了张特主 那个 张特主 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张特主伸手 拉开了车门 夫人请上车 张特主的意思是 送他回家吗 夏晚安想到刚刚张特主说 他替张妈过来 以为就他一人 便没多想 道了句谢谢 就弯身钻进了车里 等他坐完 张特主关了车门后 他才发现 车内有亮光 他愣了愣 扭头往身边看去 见韩经年一本正经地坐在后座上 捧着一个电脑 正在看东西 他居然在 夏晚安盯着韩经年错了几秒 才收回视线 往窗外看了一眼 车子停的地方 离周围的路灯有些远 车内光线相对较暗 他还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 若不是电脑发出的光亮 还真是挺难让人发现后车座上坐一个人 不过 他这个日理万机的大忙人 大可派张特助跑一趟就好了 何必屈尊亲自跑一趟 从他上车后 韩经年自始至终都没太大的反应 就仿佛他是个空气一般 可他身上无形散发出来的压迫 让夏晚安明显地感觉车内的空气变得有些稀薄 他不安地往车门的方向挪了挪 把自己和他之间的距离稍微拉开了一些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动作 惊扰了他 他感觉到他的头往他这边偏了一下 他很细微地举动 让夏晚安条件反射地看向了他 他和他只是对视了一眼 他就近的目光四处乱飞 他很安静 俨然是没什么要开口的意思 可他却有点纠结了 他要不要打个招呼呀 可他打招呼的话 该说点什么 又该怎么称呼他 老公肯定是喊不出口的 韩金年太过于直呼其名 韩总韩先生又显得他很矫情 夏晚安考虑了一会儿 最后用了个那个代替了他的称呼 那个原来你在车上呀 去买水的张特助 打开门就听到了这句话 险些扑吃地笑出声来 那个哪个 夫人还真可爱 居然叫韩总那个 韩金年没接话 夏晚安列带着几分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垂头去看手机了 将这一幕经收眼底的张特助 忍不住在心底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不喜欢吃瓜 但他喜欢吃韩总的瓜 他还以为他擅作主张地将夫人请上车后 能看点好戏 哪知好戏没有 他还得替韩总收拾烂摊子 想着张特助就开口 缓和气氛了 夫人 喝点水吧 谢谢 夏晚安头给张特助一个感谢的眼神 进了水 夫人 您打架没伤到哪里吧 没 夫人 您为什么打架呀 夏晚安和张特助聊了没几句 张特助的手机响了 张特助说了句抱歉 戴上耳机去接电话了 夏晚安透过后视镜 偷偷地看了一眼还在盯着电脑屏幕看的韩金年 然后就低头去看刚刚一直在手心里震动过不停的手机了 宋友曼建了个新的微信群 群名叫拔掉无情的小白脸 里面就三个人 他 韩智景和宋友曼 也有曼草 宋友曼 我到家了 请问你们都还好吗 小爷我贼帅韩智景发了一张照片 是墙壁 后面补了剧 面壁撕过硬 也有曼草 稳住 我看好你哦 小爷我贼帅 呵 小爷我贼帅 小婶婶 你还好吗 也有曼草 安安 你还好吗 夏晚安刚想回一句不怎么好 结果还没打字 挂断电话的张特助 扭头喊着喊走 正准备跟韩金年讲话时 恰好看到了夏晚安的手机屏幕 然后没忍住 就扑吃地笑了 夫人 您这群名可真有意思 夏晚安心意哆嗦 原本想要按键盘的手 几乎没有余 就去按了锁屏 张特助就算是在眼间 应该也不至于看清楚群名吧 夏晚安想着 张特助就笑咪咪地又开了口 拔掉无情的小白脸 这是在说谁呀 夏晚安手一抖 险些将手机拍到了张特助的脸上 张特助是属于不说话会死系列的人马 夏晚安回了张特助一个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笑后 胡乱地说了句就是一个男的很无耻 睡了一个你的又不对那个你的好 典型地提了裤子不认账 许是因为心虚 夏晚安总觉得自己这句话摆明了就是在说寒静年 于是急忙又补了句 那个男的又老又愁又秃顶 还 还男 所以就说他是小白脸 那这个男人还真是不配为男人啊 典型的渣男 张特助很是瞧不起夏晚安口中的人 夏晚安在心底为张特助偷偷地捏了一把汗 因为太心虚 就点着头 试了一声 没再说什么了 张特助这才想起来自己原本要说的正事 口里喊了声喊走 就开始说刚刚接电话的事 夏晚安见他们聊正事 便没再出声 因为刚刚被张特助看到群民的缘故 他也不敢再看手机 他们聊的内容都是工作上的事 他不怎么感兴趣 盯着后视镜里倒映出的韩金年的身影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脑袋一歪 就抵着车窗睡了 快聊完正事时 韩金年回助理话时 无意之间往旁边扫了一眼 然后他才发现自己身边出奇的安静 若不是他扫到了他的身影 他都以为他身边和平时一样是空的 他睡了 长发散落下来 遮住了大半张脸 只能让他看到他瞧瞧的鼻尖 他鼻尖上的肤色很白 在这么暗的车内都白得发光 韩总 专注开车的助理没看到后车座上的情况 只见韩金年停了声音 就出声提醒 韩金年回神 他微闪了闪眼皮 就目光淡淡地将视线落回了电脑屏幕上 然后接着刚刚的话继续往下说 夫人 夫人 韩醒夏晚安那是张特助 他茫然地睁开眼睛 窝了巨盗了 然后就弯身从车里钻了下来 等他站稳后 他才发现 车子停的根本不是自己熟悉的停车场 这是哪里 夏晚安疑惑地看向了张特助 没等他开口 只是接收到他的目光 张特助就已经给了答案 夫人 这是四季酒店 四季酒店 来酒店做什么 夏晚安更不急了 明天在这里 公司有个宴会 有个客户刚入住酒店 有事和韩总谈 因为时间快赶不急了 所以就临时来了这里 难怪他醒来后 没看到他 想必他已经去楼上忙工作了吧 夏晚安想了下 识趣地说 那我叫辆车回家吧 就不打扰你们了 夫人 你想回家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韩总没说让您一个人走 还有就是 夫人您走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跟韩总说一声 韩总下车的时候 提都没提夫人 他也不知道韩总是几个意思 万一他要是让夫人走了 韩总怪罪他怎么办 张特助想着 就又开了口 夫人 要不这样吧 我先带您去楼上休息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韩总那边应该很快就会忙完的 到时候您想回去 自个跟他说一声 夏晚安本就不是新朗的人 看张特助一脸为难 只能以心不忍又百般不情愿地说了句 好吧 张特助带着夏晚安直接去了酒店顶层的套房 夫人 这是韩总的房间 您在这里稍作休息 我去看看韩总那边的情况 张特助帮夏晚安刷开了房门后 站在门口说 夏晚安微点着头说了句谢谢 然后就迈步进了套房 门关上后 他才往里走去 书桌上摆满了厚厚的一叠文件 门口玄关的柜子里挂了好几件大衣摆了好几双鞋子 就连沙发上都有几件叠放整齐的衬衣 从这样的场景上来看 夏晚安想 他住在酒店里的时间 怕是都比他回家的次数多很多 夏晚安虽然很仔细地观察了一圈韩金年的东西 但他却没敢乱碰屋内的任何一样属于他的东西 就连他坐下的时候 也是找了落地窗前的一个没放东西的沙发 他等了很久 没等到韩金年回来 反而把自己等睡了 等他再醒来 窗外天色大亮 而原本窝在沙发上的他 不知何时躺在了床上 夏晚安黄顾了一圈卧室 并没有看到韩金年的身影 他去预示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然后就拉开门走了出去 在套房客厅的书桌前 他看到了韩金年和张特助 夫人 早 夏晚安面对张特助的招呼声 念大微笑地回了一个早 然后飞速地看了一眼韩金年 又小声地念了一句 早 韩金年和昨晚车里一样 面对他的话 无动于衷 他们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谈 打完招呼后 张特助就开始说正事了 孙秘书是紧急情况 进了医院 所以韩总 晚上的宴会 您看您的女班找谁 孙秘书是紧急情况 进了医院 所以韩总 晚上的宴会 您看您的女班找谁 其实平时大多数的宴会 韩总身边要么是空牢牢的 要么就是跟着他这个万年不离生的跟屁虫 除非是真的绕不过去的宴会 他会临时让孩子都上小学的孙秘书顶替一下 而今晚恰好就是绕不过去的时候 然而就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孙秘书掉链子了 按理说 韩总这样有钱又有盐的人 身边是不会缺女人的 只要他招招手 自然是数不尽的女人前夫后继的扑过来愿意陪他去 只是 那些女人愿意 可他的老板不愿意 现如今孙秘书正亡了 他竟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一个人可以临时用一用的 张特助问完话后 心底纠结了一会儿又一会儿 然后就想到了夏小姐 不行 当初夏小姐不顾前台阻拦 执意来办公室找韩总 韩总得知这些事情后 冷着一张脸把前台全都给开除了 那 林小姐 也不行 林小姐胆太肥了 竟然大半夜偷偷地溜进了韩总的酒店房间里 惹得韩总大发雷霆 搞得酒店员工从上到下战战兢兢在他门口站了一整夜 从此以后韩总再入住酒店 他们必然会派人来来门口守着 张小姐 白小姐 魏小姐 张特助数来数去 最后想到了秦淑俭 秦淑俭到底是混成娱乐圈红人的人 智商显然是比其他的那些人高很多 虽正面没有冲突到韩总 但是他买通小羊 各种和韩总碰面还炒绯闻一事 至今都没停歇 所以实在是梅哲的张特助 最后眼巴巴地看向了韩晶年 韩总 你有没有中意的人选 原来 他们是在为今晚宴会 韩晶年的女班发愁呀 这两年来 他有几次在晚会上碰到过她 她身边总是有不同的女人围着转 她不确定是不是她带来的 但是 她身边的位置从未是过她 下晚安详 她也未曾想过让她待在过她身边吧 她是偷偷地喜欢她 已从未干涉过她的生活 可这不代表着她真的能做到 无动于衷地听她说她 中意哪个女班 她承认 她这属于掩耳盗铃 可她走了 总好过站在这里 亲耳听她口中吐出哪个女人墙 想着 下晚安没等韩晶年回张特助的话 就抢先出了声 你们忙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下晚安想了想 我了句再见 没等韩晶年和张特助两个人有反应 她就转身离开了 她这一开口 倒是提醒了张特助 她傻啊 总是想着那些外面的阴阴艳艳了 她怎么把夫人这个正主给忘记了 再说 那些阴阴艳艳都有前科 可夫人身家清白呀 张特助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 都没跟韩晶年商量 就擅作主张地喊了下晚安 夫人 您稍等 下晚安停下脚步 扭头 她的视线先落在了韩晶年的身上 不过只是短短的一瞬 她就落在了张特助的脸上 只见张特助笑得面若桃花般 冲着自己扑了过来 夫人 今天是周末 您应该没什么事吧 既然没事 您看 您就陪韩总参加晚会好了 张特助边说 边像是拜菩萨般 双手合十地不断举着弓 夫人 这次真的是紧急情况 您要是不帮忙 就真的没人能帮忙了 夫人 俗话说得好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所以拜托您了 您的大恩大德 我铭记于心 将来您让我做牛做马 我都毫无怨言 这个问题 好像不是他和他能决定的吧 夏晚安想着 就又看了一眼韩晶年 男人没开口阻拦张特助的意思 但脸上的神情也没表现出来 特别需要他帮忙 张特助见夏晚安不说话 以为他是不情愿 一边在心底佩服着夫人果然就是夫人 不为韩总美色所动 一边晃着身子 继续求 拜托 夫人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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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特助这模样 若是背后再多一个尾巴 就真跟给主人讨骨头卖萌撒娇的哈巴狗没区别了 夏晚安一是被他吵得脑壳疼 二是怕自己看着他这父母样没忍住笑了 便出了声 我是没意见 只是 您老板 夫人 只要你没意见 老板肯定也没意见 张特助脱口而出了这句话后 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跃全了 便陪着笑 转身看了一眼书桌前坐着的韩经年 对吧 韩总 韩经年没着急开口 夏晚安紧张地指尖掐住了掌心 他刚刚是不是被张特助求得太没主见 答应得太草率了 万一他拒绝了他 那他 在他胡思乱想之时 韩经年面无表情地轻点了一下头 然后丢给张特助一句你看着办吧 就低头去看电脑了 见韩经年恩准了 搞定最棘手势的张特助 安松了一口气 望着夏晚安喋喋不休了起来 夫人 我先带您去楼下用早餐 用完后 我带您去做个护理吧 您这么漂亮 再好好的护理一下 你肯定就是今晚那颗最闪亮的心 说着 张特助就指了指门口 试一下晚安跟自己一起走 光做护理还是不够的 得做个造型 还有礼服 等下我让人把礼服送来 您挑挑看 对了 夫人 您的尺寸是多少呀 还有鞋码 门关上了 房间里彻底安静了下来 盯着电脑看得韩经年 抬头往门口看了一眼 过了会儿 他低头目光像是在看电脑 又像是在走神 又过了好一会儿 他修长漂亮的手 落在键盘上 悄悄打打了起来 在张特助的安排下 夏晚安这个周末过得比平时上班时还繁忙 等他收拾妥当 再见到韩经年时 已经是傍晚六点钟 距离晚会开始只剩下一个半小时 见面的地点 依旧是韩经年常住的套房 张特助手里有房卡 没敲门就直接带着夏晚安进去了 喊走 您看夫人这样是不是超美的 张特助的废话怎么那么多呀 夏晚安偷偷嘀咕了一声 下意识地抬头往屋里看去 韩经年不在书桌前了 而是坐在沙发上正看文件 他应该也是特意打理过自己 修身的西装 白色的衬衣 使他整个人看起来贵气逼人 他听到张特助的动静 往门口看来 他目光碰触到夏晚安时 有那么一瞬间的停顿 他的眼底似有光浮动 夏晚安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等他再定神去看时 他已经移开了视线 似是觉得张特助问的话很无聊一般 斜了他一眼 然后就低头继续去看手里拿着的文件了 张特助闭嘴 没敢再说什么 只是留了句等话时间到了 他来喊他们 就溜了 夏晚安一个人在门口的地方站了会儿 见韩经年当自己是空气般没反应 便自顾自地走进屋 找了个离韩经年最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屋内很安静 身下的沙发很舒适 这样的气氛很适合睡觉 夏晚安抱了个软软的靠枕 就闭上了眼睛 看完文件的韩经年 抬起手揉脖子时 不经意间扫到了窝在不远处小沙发上的女孩 她手上的动作 摸得一停 过了坏耳 她才将视线落在了她的脸上 她这是睡着了 好像昨晚在车上 她也一眨眼的功夫 就睡了 不过她长得真的挺精致的 蹄肤很白 鼻尖很翘 嘴巴小小的 眉毛弯弯的 身上的路肩礼服领口上 是两道突出的锁骨 形状美好 细弱勾人 不知道是不是靠在沙发上睡得不太踏实 她突然微微动了动 寒经年猛地回神 收回了视线 她低头拿着手机回消息时 回到一半 想到刚刚自己有点失常的反应 忍不住停了下来 她 刚刚那是在出神 盯着她 出神 7点20 张特助过来了 夏晚安被她的说话声吵醒了 7点25 三个人离开套房乘坐电梯去了二楼的大厅 提前两天布置的会场 宛如水晶宫殿般奢华 每个人都是光鲜亮丽盛壮而来 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高谈阔论 这是夏晚安第一次陪韩经年 啊 不 是第一次陪人以主角的身份出席这样的晚会 不过还好她出身不错 从小到大这样的场面见得不少 所以耳濡目染之下 她也能接得住这样的场合 其实也不需要她做什么说什么 绝大多数她只需要跟在韩经年的身边保持微笑就好了 偶尔碰到对方身边的女人跟她讲话 她就顺势聊几句 等忙完正事 来宾都城邦结派的汇聚在一起开始娱乐后 夏晚安知道 韩经年这边也不太需要自己了 便找了个累了的借口 走开了 这一屋子的人 夏晚安基本上都不认识 勉强算得上认识的张特助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她便找了个光线寄聊的角落 一个人打发时间 可能是因为人多 她在的地方又太偏了 网络不怎么好 夏晚安完了坏儿手机 嫌弃打开网易实在是太慢了 便将手机往手包里一塞 就闭上了眼睛 尽管她身处的环境很吵 但她还是能睡得热火朝天 最后把她从梦中吵醒的 还是两个陌生人的谈话 老炮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就是有点累了 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会儿 那老炮 我在这里陪你 不用了 你来这里本来也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你去忙你的 我一个人可以的 那老炮 我陪你五分钟再走 夏晚安忍不住睁开眼睛 看向了声援处 在她左前方的不远处 做了一对男女 他们两个离她很近 交谈的声音 她听得清清楚楚 都是一些很琐碎的内容 但夏晚安却莫名觉得羡慕 老公 已经五分钟了 你快去忙你的吧 不用管我了 我再陪你五分钟 你别不高兴呀 我就是想陪着你 要不这样吧 老炮 你跟我一起过去吧 不要了吧 那都是难的 我去了会不会不太好 没关系啦 再说 你在我身边 我比较踏实 走吧 你的没拒绝 笑了笑 就跟着男的站了起来 你的穿了长裙 男的大概是怕他走路摔倒 掀起身把他的裙摆整理了一下 才拥着他离开 随着他们渐行渐远 夏晚安还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老炮 你放心 我肯定会成功的 等我成功了 我就把你手上的那枚戒指换个大的 两个人彻底走远了 他们后面说的话 他彻底听不清了 周围又安静了 夏晚安盯着他们刚刚坐过的地方 愣愣地发了一会儿耳呆 然后就低头看向了自己的手 他白细的五根手指 干干净净的 别说是钻戒 就连对戒都没有 他抬头 网宴会大厅扫了一圈 然后很轻易地就找到了韩金年 他端着一个高脚杯 风神俊朗地站在一盏水晶灯下 正跟人讲话 他的话很少 大多数都是对方说 可他很懂礼貌 时不时地会和手表示他在听 他找了个借口 说累了先去休息一会儿 他点点头就让他走了 然后他就再也没回去过 而他也没找他的意思 就仿佛他身边有没有他 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夏晚安危捶了捶眼毛 遮掩住眼底的难过 他左手的指尖 却碰上了右手的中指 在那里反复揉挫着 许是他走神走得太厉害了 以至于他身边传来了脚步声 他都没发觉 喂 喂 耳边连续传来了好几道卫声 夏晚安才意识到声音是从自己头顶响起的 他这才慢慢地抬头 看向了来人 入眼先看到的是一袭长裙 金色的 在水晶灯的照射下 耀眼夺目 不过更耀眼夺目的是来人的那张脸 也是夏晚安还算是熟悉的一张脸 夏晚安盯着他看了两秒 就想起来了他的名字 秦淑简 上次在金碧辉煌的包厢里 他只是远远地扫了他一眼 如今静看 他不得不说 他真不愧是这一年里 红遍大江南北战纹低小花旦的人 要貌身材适时打实的好 只是太瘦了 瘦得看上去倒比他的真实年龄要长好几岁 秦淑简见夏晚安看自己 便没再说话了 唇角扬着笑 对自己长相十足自信地任由着夏晚安打量自己 不过 他摆出来的架势 维持了也就不过两三秒钟 夏晚安就收回了视线 仿佛当他人不存在一般 连开口的意思都没有 秦淑简看着收回目光的夏晚安 不可思议地眨了眨眼睛 他一向对自己相貌很自信的 很少有人看了他后 能不多看一会儿 这个女人 秦淑简见夏晚安 仿佛当他人不存在一般 别说开口了 再多看他一眼的意思都没有 他促了促眉 再开口的语气 除了刚刚的傲慢之外 还多了一些不满 喂 喂 你听到我在跟你说话吗 你这人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尊重人呢 没看到人家跟你讲话吗 夏晚安沉默 算了 你爱说不说 我也没心情听你说 我不管你是怎么认识今年哥哥的 但我想告诉你 请你以后离我的今年哥哥远一些 夏晚安一就沉默 喜欢今年哥哥的人有很多 但是每一个今年哥哥都没放在眼里 你别以为你今天陪着今年哥哥来参加了一次晚会 上次在金碧辉煌坐在了今年哥哥的身边 你就有希望接近今年哥哥 我告诉你 没门 你跟今年哥哥才认识几天呀 我跟今年哥哥都认识一年了 你知不知道 今年哥哥对我有多好 我的电影他投资的 我电影里的首饰全都是他赞助的 所以你拿什么和我比 你又觉得我们两个 今年哥哥会更看忠实一些 夏晚安还是沉默 我今天给你说的话 我希望你都记着 我现在是好生好气地跟你谈 如果你在招惹我的今年哥哥 我告诉你 下次我肯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吗 秦淑简一个人气势十足地说了半傻话 而沙发上的夏晚安半天都没动静 他总觉得自己像是被人瞧不起了 便一边说着话 一边伸出手去推了推夏晚安 你是哑巴吗 半天都挤不出来一个字 夏晚安身子晃了一下 险些倒在沙发上 不过很快就被他稳住了 然后他一边打哈欠 一边睁开眼睛 有些茫然地看向了秦淑简 三秒后 他像是想起来是怎么一回事般 开口问我都睡着了 你人还没走呀 睡着了 睡着了 秦淑简像是被人当头捶了一棍子似的 盯着夏晚安看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他究竟说了点什么 他刚刚站在那里端着架子说了半天的话 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就算了 竟还睡着了 要知道 他来之前 可是费了很大的功夫组织的那些语言 他几乎把他争齐斗艳的所有本事都拿出来了 结果这个女人倒好 别说是见招拆招了 直接睡着了 秦淑简觉得自己就像是拼尽全力一拳头打在棉花上一样 根本使不出来力道 莫名憋闷的他 想都没想就抬起手 只向了夏晚安 你 他一份填膺的话还没说完 夏晚安就伸了个懒腰 不紧不慢地站起身 温温吞吞地说 你喜欢这里呀 那留给你吧 正好这里空气也不怎么好 睡起来也不怎么舒服 我换个地方睡 说着 夏晚安一手捂着嘴又慵懒地打了个哈钱 一手提着裙摆 踩着高跟鞋往周围看了一圈 然后又捡了个人少的地方走去 等着夏晚安离开了一段距离后 秦淑简才反映过来他走之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空气也不怎么好 是说他的到来 污染了这里的空气嘛 他原本看到他跟在韩经年身边 就已经很不悦了 他尝试着去接近韩经年 但每次都只是开口喊了句韩先生 就被他那个烦人的助理给拦住了 然后他看到了他 就怒气腾腾地来找他了 结果 没想到偷鸡不成十八米 反而把自己弄得更郁闷了 韩经年他惹不起 韩经年的助理他卖几分面子 可他又算是哪根葱啊 竟然敢这么说他 要知道 他从出道到现在 一直都被人捧着的 秦淑简盯着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的夏晚安安安狠狠地看了坏 然后就重重地移跺脚 去找自己的姐妹们了 夏晚安落座后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建立晚会结束还要一段时间 便趴在桌子上 幽闭了眼镜 不过这次他倒是没睡着 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敏感了 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看 可每次他睁开眼镜 却又没发现什么不对劲 直到他第六次睁开眼镜时 他终于逮住了看自己的人 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 看起来比他要小个两三岁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裙 无黑的长发垂在脑后 整个人干净又清纯 被他逮了个正着的女孩 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神情慌张 似是很不知所措 夏晚安并没想过要吓到这个女孩 所以他看到女孩的反应后 冲着他弯着唇角 递了一抹很温软的笑 女孩看到他笑 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然后盯着他看了画 也递给了他一抹笑 人和人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是讲究演员的 夏晚安对这个女孩 就蛮有演员的 所以很少主动跟陌生人搭讪的她 问了她一句 我叫夏晚安 你叫 那女孩没说话 只是冲着她又笑了笑 夏晚安见她不肯开口 也没再跟她讲话 那女孩指了指她身边的位置 夏晚安隐约猜到她在问 她能不能坐在她旁边 夏晚安没拒绝 冲着女孩轻点了点头 女孩似是很高兴一般 又递给她一个很灿灿的笑容 然后就坐在了她的旁边 女孩始终没说话的意思 夏晚安便也没出声 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 过了没多久 有着一串的脚步声从身后响起 夏晚安满不在乎的连头也没回 但是她旁边的女孩却转身望了一眼 然后就伸出手指 很轻地戳了戳夏晚安 夏晚安扭头 看到的是一脸紧张的女孩 她刚想出声问她怎么了 结果话都没到嘴边 有一个高高的杯子 重重地落在了她的面前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 不怎么客气的女生 你好 请问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 文声的夏晚安 抬头扫了一眼来人 有好几个 打头的那个有点眼熟 好像是跟秦淑俭作伴的 她没理会这几个女生 而是转着眼珠子 往周围扫了一圈 然后就看到置身 书外的秦淑俭 正在不远处端着一杯粉色的 香槟一副 看好戏的模样 这是刚刚没有讨到便宜 现在又打着敬酒的旗号 跑来企图灌她就喝了 幼稚 她以为她怕他们啊 想着 夏晚安就将手 伸到了那酒杯前 所有人都以为她要端酒 大家互相对视着 用眼神兴奋的交流 然而 就在夏晚安的手碰到酒杯的那一刹那 她突然将酒杯往旁边一推 站起身 不好意思 失陪了 蓝势熊熊的几个女人 就连旁边的那个女孩都昂着头冲着夏晚安眨了眨眼睛 天真 他们以为他们想让她喝 她就会喝呀 夏晚安看了一眼傻乎乎的盯着自己看的女孩 怕她走了 那几个人为难她 便拍了拍她的肩膀 走了 女孩子是很开心般 立刻从座椅上跳了下来 跟着夏晚安就要离开 两个人走了没几步 恰好有个端着一锅热羹 送去自助餐区的服务员经过 旁边站着的人有好几个 也不知道是谁手剑地推了一把离服务员最近的女人 然后那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 尖叫了一声 冲着服务员扑了过去 那锅羹很重 被撞的服务员 衣食之间没拿完 直接将一锅热气腾腾的羹洒了出去 那锅羹 正巧就冲着夏晚安身边的女孩身上泼去 这么烫的羹 直接洒到身上 怕是要烫伤一大片肌肤呀 夏晚安几乎没有雨 就抓着那个女孩往旁边一躲 因为情况太紧急 她力度很大 又穿了高跟鞋 这一躲闪 使她没站稳 直接带着女孩摔倒在了地上 她被砸伤的后背 撞到了桌角 疼得她浑身狠狠地哆嗦了一下 这变故惊扰了周围的人 有人围了过来 宴会大厅就这么大 很快这里就成了满场的焦点 来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就连韩金年和张特柱都过来了 看到坐在地上疼得缓不过来 今儿的夏晚安和蹲在她身边 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孩 以及旁边不断道歉的服务员 和那群没想到会把事情闹大的几个女人 韩金年微皱了皱眉心 看到她这反应 张特柱立刻走上前开了口 呼 只是喊了一个字 张特柱意识到这是在外面 连忙改口 夏小姐 您还好吗 夏晚安不怎么好 但她却没告诉张特柱 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苍白着脸说 我没事 那小小姐 您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是伤到哪里了吗 张特柱以为夏晚安是真的没事 转头看向了哭着的女孩 小小姐 听到这三个字 夏晚安微惊了一下 然后看向了女孩 原来她就是她从未见过的 那个韩金年的表妹啊 有关这个韩金年这个表妹的事情 她了解的并不多 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 韩金年的姑姑当年是跟着一个穷学生 不顾家里的反对私奔了 后来那的穷学生抛弃了 韩金年的姑姑和韩金年姑姑肚子里的孩子 韩金年的姑姑没办法 最后只能回来 因为是家族仇事 所以韩金年的姑姑和这个孩子 很少出现在世人的眼里 夏晚安听韩之锦提起过一次这个女孩 她是个哑巴 但不是天生的 而是在小的时候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高烧异常 险些活不下来 后来好不容易活下来了 但醒来后就再也不会说话了 难怪刚刚她给她讲话 她只是笑却不出声 面对张特助的询问 韩金年的表妹并没开口 而是一直哭 因为周围太多人看了 张特助找了个借口 把夏晚安和韩金年的表妹 带去了楼上的套房 在离开的路上 张特助见韩金年的表妹 还在哭个不停 怕她真的是摔伤或者烫伤到了哪里 便给韩金年的家庭医生打了个电话 很快医生到了 先给韩金年表妹做了一个检查 见并无大爱后 便对着张特助说了句放心 然后准备离开 医生只是折手收拾东西 都还没说走 韩金年表妹就突然抓住了她的衣襟 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指了指下晚安 就开始伸着手比划了起来 医生不太懂 韩金年表妹要表达的意思 看着她手舞足倒了一会儿 就看向了张特助 张特助隐约明白了她的意思 便跟着她指了指下晚安 小小姐 您是在说夫人 韩金年表妹立刻蒙点起了头 然后还不忘记指了指旁边站着的医生 张特助这下彻底懂了韩金年表妹的意思 她这是让医生给夏晚安也检查检查 于是便看向了医生 那 谢医生 您既然都来了 就给夫人也看一看 听到这话 夏晚安心底末的一惊 她背后的瘀青都还没散 若是被谢医生检查 那岂不是暴露了她前段时间撒的话 夏晚安想都没想就猛地摇了摇头 我没事 我真没事 不用给我检查了 听到这话 韩金年表妹疯狂地摇着头 抓着谢医生一惊的力道更重了 夏晚安拒绝 韩金年表妹执意 一时之间屋内陷入了僵持 一个是家庭医生 一个是助理 以至于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屋里见怒拔张时 房门被推开 韩金年走了进来 韩金年表妹像是看到了希望一般 冲到了韩金年面前 指着谢医生 又指着夏晚安 还时不时地指一下自己的后背 各种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韩金年压根不知道表妹在说点什么 猝了猝眉心 看向了张特助 了解情况的张特助 同样仿佛是看到了救星一般连忙开口 我见小小姐一直哭 哭得很厉害 怕她是伤到了哪里 就让谢医生来了一趟 结果小小姐检查完后 死活不肯让谢医生走 非要让谢医生给夫人检查 可夫人说自己没事 执意不让谢医生检查 然后小小姐和夫人就这么僵持下来了 听完前因后果的韩金年 看向了夏晚安 夏晚安接触到她的视线 有点慌张地低头 我真的没事 韩金年表妹疯狂地摇着头 摆着手 一副狠笃定夏晚安就是有事的样子 张特助 韩总 您看 张特助的话还没说完 韩金年就将视线落到了谢医生的脸上 他没说话 只是冲着他点了点头 示意他去给夏晚安瞧瞧 夏晚安往后退了好几步 我真的不用瞧 我没事 哇 他的抗拒 让韩金年眉眼间有着一抹不跃划过 站在旁边的张特助 感觉到韩金年的不爽 急忙开口打圆场 夫人可能是不好意思 毕竟她是个女生 谢医生个男生 看后背还得脱衣服 所以 所以 韩总 您看 我要不要换个女医生过 女人真是麻烦 韩金年没理会张特助的话 镜子开了口 你们出去 啊 张特助不解 韩金年似是嫌弃助理喘一般 斜了他一眼 你们出去 我来检查 你们出去 我来检查 哦 好的好的 回神的张特助条件反射般地往门口窜去 窜到一半 他看到谢医生和韩金年的表妹还站在屋里不走 又倒退回来 一手揪了一个飞速的顿走了 随着门关上 下一秒韩金年就冲着夏晚安走来 你来还是我来 夏晚安眨了眨眼镜 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韩金年在指什么 站在他面前的韩金年 见他没反应 又开口 我说 是你自己脱衣服 还是我帮你脱 夏晚安脸蹭的一下红了 他猛摇着头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不用 我没事 我真的 夏晚安支支吾吾的话还没说完 韩金年似是彻底没了耐性一般 直接伸手 将他往怀里一拉 没等他有所反应 就抬手拉开了他衣服的拉链 将他身上的礼服退了下去 夏晚安本能地想逃离 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抓礼服 企图挣脱他 只是他的指尖刚碰到衣领 韩金年就已经把他身子搬了过去 看向了他的后背 韩金年凉淡的眼神 在碰触到他的后背时 瞬间愣住 意识到自己到底还是往了一步的夏晚安 浑身一僵 整个人彻底呆在了原地 他 这是已经看到了他背后大片大片面积的淤青了吗 夏晚安的指尖 经不住用力抓紧了礼服的领口 韩金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夏晚安的后背看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他整个后背几乎都是淤青的 有些地方是深紫色 他刚刚摔在地上时 应该撞到了背后 有一处出了血 韩金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夏晚安处目惊心的后背看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除了出血的那一处 其他的地方应该都是旧伤 不过淤青还没消散 应该也就不到哪里去 大概就是最近的事 上周他回过家 那会儿的他还没受伤 所以就是这几天的事 这么重的伤 应该是住过院吧 可他 竟浑然不知 比起韩金年 夏晚安最先有了反应 他轻轻地往前走了一步 将衣服提起来 遮掩住了后背的伤痕累累 他的动作惊醒了韩金年 他望着他看了好半天 才动了动 你后背是怎么伤的 这好像是他和他结婚以来 他第一次问和他有关的事情 夏晚安有点惊喜 有点不可思议 他飞速地抬头看了一眼韩金年 然后浅浅地笑了笑 仿佛伤不是自己身上的一般 一边跟没事的人似的拉衣服拉链 一边轻描淡写地回 就是没注意 不小心被砸了一下 顿了顿 夏晚安又补了剧 现在都已经快好了 韩金年没说话 只是望着他 夏晚安不确定 他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被他看得很不安 他局促地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就又开了口 那个 下面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忙 你去忙你的吧 我 我 他想说不用管我的 可话到嘴边 他发现他从未管过他 夏晚安一时之间 不知道接下来该说点什么 磕磕绊绊地我了几声 就停了下来 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很尴尬 夏晚安见 韩金年站在自己面前 始终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为了缓解这样僵持的场面 又开始冻起了心思 楼下也没需要他的地方了 既然他不走 要不 他找个借口回家 夏晚安寻思着 就动了唇 我 他后面的还没说完 韩金年突然转头 对着门口说了句 进来 门秒开 张特助双眼发亮 一脸迫不及待吃瓜地伸进来了脑袋 韩走 请问有什么事吗 把谢灵喊进来 好的好的 张特助连脑袋都没缩出去 直接伸出手抓了身边的谢灵 推开门 冲进了屋里 韩走 谢医生过来了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跟着两个人一同进来的 还有韩金年的表妹 谢灵站定身子后 喊了声 韩走 韩金年面部表情没什么变化 看到谢灵后 只丢了四个字 后背 只好 语气强硬 带着不容反抗的力度 典型的韩金年风格 张特助见屋里没自己什么事 便从兜里摸了几个发潮瓜子 心智勃勃地准备嗑着瓜子吃瓜 吃了两个口 她看到小小姐在看自己 便极其大度地分了一半瓜子给小小姐 小声地说 小小姐 您要不要也来点 韩金年表妹点了点头 接过瓜子 和张特助一起吃最潮的瓜子 看最新鲜的戏 谢灵走到夏晚安跟前 夫人 请您拉开拉链 把衣服稍微往下放一放 我看一下后背 其实拉开拉链 只要护着胸前的衣服不往下掉 是不会走光的 夏晚安也不觉得谢灵这个要求有多过分 先抛开她有没有同意谢灵帮自己看 只是她整个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一旁的韩金年就突然语气硬帮帮地开了口 不准 张特助文言 整个都兴奋的险些原地蹦了起来 一上来就这么劲爆的瓜 谢灵纳闷地看了一眼韩金年 不准什么 韩金年语调还是冷冰冰的 都不准 谢灵这才明白了她的意思 这是不准夫人拉拉链 不准夫人衣服往下稍微放一放 不准她看后背 既然都不准 那找她看个毛线的病 韩总 我只是给夫人看病 而且夫人伤在后背 如果您不准她把衣服放下来点 我也没办法看呀 那是你的问题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总之我说不准就是不准 说好听是霸道 说难听了这是不讲理呀 谢灵无奈地看向了旁边的张特助 每次都是这样 吃瓜都不能好好吃 还要出来收拾烂摊子 张特助心累地收起 自己手里的最后一颗炒瓜子 然后就笑咪咪地用好商量的语气开口说 要不这样吧 谢医生 您让您那里最好的一个女医生过来给夫人瞧瞧 韩总 您看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 韩今年几乎没有犹豫 就否决了张特助的提议 不可以 怎么就不可以了 张特助苦口婆心地继续说 韩总 是女医生 女医生 而且是谢医生手下最好的女医生 不会比谢医生差到哪里去的 对吧 谢医生 谢灵看着拼命给自己积眼镜的张特助 名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张特助 你看 韩总 谢医生都这样表示了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所以 韩总 让谢医生立刻打电话吧 不可以 太慢了 不可以 太慢了 这是说临时再喊来一个医生过来给夫人看病太慢了 现成的医生您不让看 给您喊一个您又嫌弃太慢了 您到底要咋样 张特助愁得再也不想吃瓜子了 下晚安健因为自己 把张特助和谢医生为难成了这样 着实不忍心 我后背的伤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真的不用那么麻烦地再喊一位医生过来 再说妇产科都还有男医生呢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 他们的眼里是没有性别之分的 所以我觉得就让谢医生看一看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我就不看了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的做法不是特别尊重谢医 下晚安越说 越觉得室内的气氛有点不对劲 尤其是张特助一直冲着自己抿嘴 直到话说到最后的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张特助这是让自己闭嘴 他说错话了吗 下晚安吞下仅剩的一个生子 看向了韩金年 他还没看清楚韩金年的神情有什么异样 就听见他开了口 谢灵对不起 对对对对不起 谢灵和张特助其刷刷的睁大了眼睛 像是看陌生人一样看着韩金年 这这这这世界也太太太太玄患了吧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嘛 韩总竟然也会说对不起 下晚安也挺意外的 他刚刚纯粹是见到场面僵持的不可控 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意见 结果没想到韩金年会对谢医生道歉 既然他都道歉了 那就说明他这是让步了吧 想着下晚安又尝试着开口 那我去换个衣服 然后让谢医生帮我看看 韩金年没说话 但犹豫了几秒后 还是轻点了点头 张特助件事情就这样轻飘飘地被夫人摆平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地回到小小姐身边 继续摸出来瓜子看戏 夏晚安很快就换好了衣服 谢医生以史上最快的速度 匆匆地看了一眼夏晚安的后背 然后就看向了韩金年 夫人之前伤得应该很严重 现在又撞伤了一次 单独看不确定有没有伤到骨骼 所以夫人还是需要跟我去趟医院 做个检查 楼下的晚会还没结束 身为主人的韩金年肯定是无法走开的 张特助自告奋友 韩总 我陪着夫人去吧 韩金年嗡了一声 准了 然后看了一眼旁边低着头默默整理衣服的夏晚安 没再说什么 直接离开了 张特助在回四季酒店时 晚会已经散了 他拿着房卡刷开顶层套房的门锁 进去时 屋里出奇地安静 光线很暗 只亮了门口头顶的一盏灯 他见书桌前没人 以为韩金年休息了 刚想默默地退出去第二天再来找他 结果就在光线较暗的落地窗前看到了韩金年 他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看起来就像是一尊雕像 韩总 张特助收起离开的心思 往前走了两步 韩金年没有反应 韩总 我回来了 等到张特助停在韩金年身后 在开口时 韩金年回头看了他一眼 不过很快 视线就落到了他的身后 像是在找什么 张特助看到韩金年这个反应 隐约懂了他的意思 韩总 夫人他回家了 韩金年收回了往门口绕的视线 没说话 张特助见他神情没有不对劲的地方 知道自己揣摩对了他的心思 继续往下说 谢医生给夫人很认真地检查过了 倒是今晚没再伤到哪里 只是就伤美好又天心伤看着有些吓人 谢医生给夫人也拿了药 都是最好的药 说是活血花鱼最管用了 谢医生还跟夫人说了 只要他按时涂药 不会留疤的让夫人尽管放心 不过张特助说到这里顿了顿 他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话多了 但迟疑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继续往下说 谢医生说 夫人背后的旧伤看情况 当时伤的应该很严重 依照那伤势 应该是在医院里休养过一段时间的 谢医生还说 那重伤没闹出来人命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真的是伏大命大了 话又说回来 也蛮奇怪的 夫人受伤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而且 前几天夫人还打电话来 不是说他出差吗 我们这段时间还见有道夫人的哥哥 看他那样子 也不像是知情的样子 难不成夫人受伤 谁都没告诉吗 韩金年的指尖微微抖了一下 扭头看了一眼张特助 张特助察觉到自己好像真的不是一般的话多 急忙闭嘴告辞 韩总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 韩金年没理他 张特助撒腿开溜 只是他还没露到门口 韩金年喊住了他 你去查一下 什么 有关他受伤的事 你去查一下 哦 好的好的 张特助应晚后 见韩金年没理自己 又扭头看向了窗外 他盯着他看了画 总觉得他和平时不太一样 可他又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 然后就拉开门 悄悄走了 岁日 依旧是从一大早就开始忙 直到晚上八点钟 韩金年才算是忙完 即便一天从早忙到晚 张特助开车在这韩金年从北京大饭店离去的路上 韩金年还是不断地在接电话 车里好不容易安静了下来 张特助才总算能开口说话了 韩总 昨天您让我查的是有结果了 恰在此时 韩金年手里的手机又响了 张特助时去的闭嘴 想等韩金年忙完了再说 谁知下一刻 他透过后视镜清楚地看见 韩金年居然眼皮子都没带眨一下地 直接将电话给挂了 张特助今的嘴巴都能塞进去一个鸡蛋 他目瞪口呆地张着嘴巴嗷了好一会儿 才在韩金年不耐烦的眼神中 开口说 夫人是上周一受的伤 被送进了人民医院 这看夫人的护士说 是有人叫了救护车把夫人送到医院的 当时是中午 直到晚上夫人才醒来 昏迷了大概六七个小时吧 护士还说 夫人在医院里住了五天才出院 韩金年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他给你打电话那天是周几 呃 因为每天太多事情 张特助一时半会儿也没想起来 他寻思了一会儿 就是上周 好像是 说到这里的张特助 突然断了下来 过了会儿 他才震惊地开了口 夫人是上周一晚上给我打的电话 夫人说他临时有事要出差 实际上 夫人是 是 是受伤住院了 可是 夫人为什么要撒谎呀 他 张特助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他就感觉到车内的气氛变得有些不对劲 便立刻收声安静了下来 车子平缓地往前行驶着 坐在后车座上的韩金年 神情淡漠地望着车窗 始终没再开过口 他手中的手机 不断地有电话进来 他也没去接 也不知车子往前开了多远 他脑海里突然闪过 那天他在助理的办公桌前 接电话时 总觉得他的声音有点不对劲 他想问来着 但是最后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就把电话给挂了 现在想想 那个时候的他 是因为受伤疼的声音才发了颤把 韩金年面上的神情始终没太大的变化 可他握着手机的指尖 却隐隐用了力道 将指负压地发白 夏晚安今天晚下了半个小时的班 加上路上比较拥堵 回到家已经差不多要七点钟了 等到煮好饭 摆放在餐桌上时 已经是八点半 他和往常一样 依旧是摆放两幅碗筷 然后在开动之前 不忘记给自己对面的碗里盛满汤 不怎么饿的夏晚安 没吃多少就放下了碗筷 他看了一眼时间还早 不着急收拾的他 坐在餐桌前 用筷子沾着清汤在桌子上 随心所欲地写着字 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道动静 经得夏晚安指尖一抖 将筷子摔落在了地上 他弯身去捡筷子时 想到能直接闯入这个房子的 除了他之外 就只剩下这个房子的主人韩金年了 他怎么会突然回来 在夏晚安寻思之时 他听见餐厅外 有脚步声响起 他想都没想就伸出手 将对面桌前的汤段过来 一股脑地往嘴里挂了半碗 确定不会露出什么痕迹后 这才将晚放回到了桌子 恰在此时 韩金年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餐厅门口 夏晚安刚想转头去看他 然后眼角的余光 就描见了自己在桌子上写的字 见有几个字还没干 一心能辨认出来是什么 便慌立慌张地抬起手 将那些沾了油的字 一股脑地抹掉 这才揣着几分心虚地望向了门口 对着已经走进餐厅的韩金年 露了一个不慌不忙的微笑 你回来了 韩金年破天荒地回了个N字 然后视线就落在了桌子上 他刚刚的手忙脚乱 他都看到了 他像是在掩饰着什么 但桌子上除了一些油字外 他并没有看出什么东西 只有他喝了半碗的汤旁边 好像写了一个字 是 喂 不过他也蛮奇怪的 一个人用餐 怎么摆了两幅碗筷 夏晚安见韩金年盯着自己面前 并摆着的两幅碗筷看 一颗心虚地开口说 有双筷子掉在了地上 顿了顿 夏晚安又出声 那个 你吃晚饭了吗 要不要 他的话还没说完 他就出了声 一调是一如既往的蛋 我吃过了 哦哦 那我收拾一下 说着夏晚安将有些失望的眼神 落在了餐桌上 韩金年在餐厅倒了一杯水就去书房了 夏晚安收拾完东西后 看了坏耳书 就回主屋了 他看时间还早 捉摸着韩金年应该一时半会儿 回不来卧室 洗了澡后 便坐在床边费劲地给自己后背涂药 他刚给左肩膀上涂完 卧室的门被推开 韩金年走了进来 虽然他和他发生过亲密接触 但夏晚安还是条件反射地将浴袍裹在了身上 他正准备去浴室里上药 结果刚起身 就被他拦了去路 他没说话 只是伸手从他手中拿走了药膏 然后拉着他坐在床上 将他的浴袍重新脱下来 给他的后背上起了药 夏晚安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房间里很安静 淡淡的中草药箱环绕在两个的身边 没多久 药上完了 韩金年的指尖却停留在夏晚安的药间 迟迟没离去 夏晚安隐约猜出来他指尖透露出来的讯息 就在他想着自己要不要打断这样诡异而又暧昧的气氛时 坐在他身后的他 突然起身 去了浴室 韩金年再出来 夏晚安已经穿好睡衣 躺在床上了 两年来 他很少回家 可每次回家都少不了那档子时 夏晚安本以为今晚也不例外 可他没想到 韩金年躺下后 竟然直接闭眼 一副入睡的样子 夏晚安不可思议的扭头看了一眼韩金年 又看了一眼韩金年 他这事 单纯的回来住 接下来一连好几天 韩金年跟赚了信一样都有回家住 他话很少 夏晚安也不敢轻易跟他讲话 所以两个人即便见了面 也很少有交谈 他每天都有应酬 回来的并不早 但他每次就跟算准了一样 都能在他准备洗澡睡觉之前赶回来 然后一言不发地给他上晚药 要么去书房忙工作 要么是和第一天一样洗完澡就睡了 就像夏晚安想的那样 韩金年真的只是单纯地回来住 周五那天的早上 韩金年有早会 醒得很早 他出门时 夏晚安还在梦里睡得欢场 他乘坐电梯 去地下停车场时 途中有人进了电梯 那是一位中年妇女 旁边跟着一个穿着中学校服的男生 想必是送孩子去上学的 韩金年没太在意 但中年妇女盯着他看了画 突然开了口 先生 您是27楼的吧 韩金年挺意外 对方怎么知道自己是哪个楼层的 不过向来话少的他 并没接中年妇女的话查 中年妇女也没有因为他的冷落而尴尬 而是很快就又开了口 对对对 我没记错的 您就是27楼的 我虽然两年没见您了 但您太引人瞩目了 我很有印象 断了断 中年妇女又讲了话 先生 您这么早过来 是收房租吗 收房租 韩金年猝了猝眉心 呃 我知道了 您是工作忙 只有这么早才有时间过来收房租 对不对 不过 现在房租不都直接打卡上吗 还是住在27楼的那个女孩 只能给现金呀 27楼的女孩给现金 他这是在说他法律上的妻子 韩金年眉心皱得更厉害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有更重要的是 先生 上次我在电梯里 碰到了租你房子的那个女孩 跟他有聊起来 我还以为他是您太太或者女朋友什么的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只是您的租客 我觉得那女孩挺好的 工作应该也不差 我就寻思着给他介绍个男朋友 他没拒绝 现在我给他物色了好几个不错的男生 有海归 有教授 还有当大老板的 听到这里 韩金年总算弄明白了状况 这位女士口中的人 真的是他法律名义上的妻子 而他的合法妻子对别人说 他是他的租客 还接受了别人为他介绍相亲对象 没察觉到韩金年神情变化的中年妇女 还在喋喋不休 但是现在尴尬的是 那天我离开电梯离开得匆忙 忘记了留他的联系方式 联系不到他了 还好今天恰好碰到你 也算是缘分 先生 您看 他租了您的房子 您那里肯定有他的联系方式 您能不能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 电话号码 韩金年脸上的神情没太大的变化 但眉眼却阴沉了下来 中年妇女没注意他的眼神 见他不说话 以为他是不想帮忙 又开了口 先生 这关系到那姑娘的终身大事 那姑娘就算是和您没什么没关系 但好歹也是您的租客 您也不忍心看着那姑娘 大好的青春时光白白耽误着吧 这下 韩金年不只是眼神冷了 就连脸色也难看了起来 先生 这眼看着就要到地下停车场了 我得送孩子上学了 您看 中年妇女的话还没说完 电梯门打开 韩金年抬脚就走 先生 中年妇女不死心地又喊了一声韩金年 见他没停下来的迹象 盯着他的背影 忍不住嘟囔了句 这先生真是个冷心肠 连个电话号码都不给 他刚说完 离开的韩金年 又退了回来 对着他念了一串数字 中年妇女愣了愣 意识到他说的什么 连忙拿起一手机记了下来 等他抬头 正准备到声谢谢时 韩金年已经走远了 隔着挡风波里 张特助一眼就看到了黑着脸走来的韩金年 这 大早上的水招惹他了 张特助心底一惊 下意识地就关了车里放的燃烧我的卡路里 滚下车 要多乖就有多乖地跑去拉开了后车门 在开去公司的路上 韩金年的手机 响了三次来电铃声 之后响了十几次短信提醒声 一直暗自观察韩金年的张特助 发现在短信进来的过程中 韩金年的脸色越来越吓人 等到车子停到公司的地下停车场 韩金年周身的气压低的都能将整栋大楼冰封 由于距离早会的时间很近了 所以张特助跟着韩金年这尊人形冷冻机直接去了会议室 原本在门外还比较热闹的会议室 因为韩金年的出现 立刻安静无比 张特助面对大家不断偷偷地来询问 韩金年究竟是怎么了的眼神 迎着一脸不要问我 我也很好奇的表情叹了叹首 大概是所有人都怕一步小心萤火上身 开会的过程中 每个人说话都很谨慎 可张特助发现 开会从不走神的韩金年 整个会议过程中都不在线 就连会议结束 都还是他提醒的韩金年 韩金年才回神 嗷了一声 然后留了聚散会 离开的会议室 回到总经办 张特助整理好韩金年一天的工作流程后 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 他敲了好几次 都没人开门 于是张特助便擅作主张地推开门 走了进去 等他靠近了 他才发现 坐在办公桌前的韩金年 不是在看文件看得废情忘食了 而是在看手机短信 张特助张着自己5.2的视力 清楚地描到了短信内容 这位先生信仰 杨博士是个海归 在美国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呢 今年刚回的国 在北京有房子有车子 月薪无瓦家 除了年龄稍微大了点 没别的缺点了